我开局觉醒神级天赋引发天地意向 奈何这个世界以觉醒战斗职业为荣 我这个觉醒了神级生活职业的人也就此沦为了效果 三百年前 天道意志显现 无数的秘境与副本降临了地球 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强大的魔物 人类的末日降临了 在经历了初期的动荡后 转职者出现 转职者们拥有强大的力量 并最终击退了魔物 拯救了即将被毁灭的世界 为了抵御魔物 继续探索秘境获取财富和资源 各国开始全力培养转职者 每个人都能在18岁完成转职觉醒 转职者觉醒的职业通常分为战斗 辅助 生活 三个方向 战斗系最为实用 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职业 而无法战斗的生活系则被列为罪物 被众人所嫌弃 转职完成后 职业的品质也各有不同 通常分为普通 稀有 隐藏 神级 其中神级天赋最为稀有乃是百年不遇 而我就是那百年不遇的奇才之一 带到我上场觉醒天赋 整个觉醒大厅顿时被一股异象所拢到 异象 这是转职异象 江城将学霸难道觉醒了神级职业 江城几百年都没有出过神级天赋 显直逆天啊 异象远不知己 此时大厅外的天空中也浮现出了一棵大树的声音 而大树更是突破天际 整个江城的市区都呈现在了树荫之下 当然世外的场景我并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应该是已经转职成功了 就在我准备走下觉醒台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自我身后响起 好小子 不愧是我笑树梁之才 我就知道你能觉醒战斗系 没想到还是神级 快跟我说说 你觉醒的是什么职业 在看见是王校长的到来后 我也是一脸笑容 王校长 我觉醒的并非战斗系职业 听到我这么说王校长炉灶累积 什么 难道是辅助系 见校长对我期望这么大 我也将自己的职业技能施展出来 我觉醒的是生活系职业 神级玉灵师 我的天赋应该能加速花花草草和小动物的生长 听到我这么说王校长也是实话在了原地 这下可糟了 生活系没有战斗能力 就算是神级也没用了 不过一旁的老师也安慰的 别气馁将同学 不能战斗至少安全 玉灵师在研究领域比较吃香 更何况你还是神级 之前答应你的保送是没性 不过研究方向的话 老师这有推荐的机会 听到老师这么说我也感谢道 谢谢 我会认真考虑的 老师们我还有事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我就先走 说着我就走下了觉醒台 而听到一切的学生们 也露出了一脸嘲讽的表情 人生还真是大起大落 都以为将学霸能转制成战斗系职业 这回好了再怎么全科第一也没用了 不过看着还蛮爽的 这江辰从进入学校开始 就算眷王中的卷外 这次看他还怎么卷 天天努力不也就是个生活系 活该 冷嘲热讽不计其数 走下台的我也是淡然一笑 刚才还将歌长将歌短 没想到我觉醒了生活系就换了负嘴 果然了 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天之交子沦为最弱生活职业 人性的丑恶也是在这世凸显的淋漓尽致 冷嘲热讽接连不断 对此我确实毫不在意 生活系有什么不好的吗 您您和我的系统很配吗 恭喜宿主成功觉醒天赋 虫族系统已激活 提升 您已完成职业觉醒 觉醒职业欲灵师神级 虫族天灾系统已达成开启条件 初始母虫已解锁 是否开启系统召唤母虫 我叫江辰 此后转生来到了这个转职者的世界 在黑暗纪元结束后 满世界都是各种副本与魔兽 也就是从那天起 这个世界便以强者为尊 重生为孤儿的我为了在此方世界立足 在18岁前就拼尽了权力 本以为要靠本事吃饭了 没想到一个月前竟然觉醒了这个系统 虫族曾经在黑暗纪元重创人族 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听说上一次天灾降临 人族十二王牺牲了九个才将虫族封印 在这个世界 实力就是一切 没什么需要顾忌的 只要能为我所用 虫族的力量又如何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也选择了开启系统 而当我再次眨眼 自己就已经出现在了一方无边无际的世界中 如果没猜错这就是我的意识 而这个就是我的天赋 没想到竟然是一棵树 就在我迈部潮树走去时 系统弹窗也接连出现 职业天赋 万物进化 需要陷阱 每十天可发动一次 每个目标限定使用一次 万物果实 通过击杀 可以积攒果实生长度 随机掉落特殊果实 加速生长 可以加速生灵生长速度 当前提升10% 释放可加速生灵生长 使用后冷却8小时 见到如此详细的概括 我也惊讶到 好系统 竟然还主动分析了我的职业天赋 这些天赋虽然看起来不具备什么战斗能力 但好像每个都可以作用在我的虫族系统之上 与此同时系统也出现了一则提示 系统检测完毕 宿主是否开始召唤母虫 对此我没有丝毫犹豫 毅然决然选择了召唤 随着我选择召唤 平静无波的意识海突然掀起一道道暗紫色的光芒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力量 我也暗自则舌 浩强的气息 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举 系统弹窗也再次弹了出来 召唤成功 宁已召唤天灾及母虫九丈翅 并经探取 眼前这只体型巨大的虫族魔物 正是系统所说的九丈翅 母虫 九丈翅 来自深渊死亡的主宰 曾作为天灾引动灭视大姐 第三纪元消失 母虫当前吞噬值0% 母虫轻力度100% 请尽快完成吞噬繁育繁衍子带虫族群解锁技能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魔物 本是波澜不惊的 我也被这恐怖的母虫给吓了一跳 我靠 这虫子怎么这么大呀 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 眼前的大虫子突然说话 主人 小九喜欢主人 主人 小九饿了 想吃凶兽 你敢相信 眼前这只足足有两坤半的天灾母虫 竟然是我的属下 而就在我惊讶之余 系统弹窗再次冒了出来 当前成长速度正在提升10% 天赋可对目标使用献计升级 初次提升不消耗忌品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不需要忌品 那还等什么 先升级了再说 话音刚落 巨大的九丈痴突然被一阵绿光包 而看完九丈痴的全部概括 我也按将麻烦 母虫要靠吞噬才能升级 还是个难伺候的主 不等我继续想下去 我也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 这气息 这家伙难道进化 话音刚落 一对泛着紫光的瞳孔 突然自光芒中睁开 而刚刚还恐怖无比的九丈痴 也在这时幻化为了小女孩的母 恭喜您 九丈痴完成生命跃迁 以升级 获得新能力 反骨 分享十倍惊艳到宿主 毒 化身毒丈夫是一切 女共 提升宿主全属性20% 看完九丈痴升级的概括 我整个人都被震惊在了原地 可是不等我高兴 小九突然一个闪身将我牢牢抱住 主人 小九进化了 感受到一样的触感 我这个母胎单身的人也是满脸桃红 一把放下怀中的小九 我也让系统调出了小九的面白 九丈痴 技能 独炸 反骨 狂暴 女共 吞噬值 零 蛀 吞噬满击后即可开始繁衍子弹 被动经验返还生效中 被动属性提升生效中 职业天赋加速生长生效中 玉灵师天赋能加速母虫的吞噬生长 母虫反骨的经验又能加速我的生计 还可以全属性提升20%加强战刃 果然我的职业和这系统简直绝备 还要什么战斗戏 我特么直接电表倒转 只要我打怪和吞噬的速度足够快 很快我就能拥有一只虫族大军 不过 刚刚系统提示到的虫族 深渊灭视大劫 再结合那些不完整的资料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试人的能力 被人发现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火 既然如此 就先用我的生活职业的身份 和母虫独障的技能来作为掩护 吞噬魔物提升实力 不过 东躲西藏可不是我的性命 我要变得足够强 强到我的能力足以试人 就在我想今后该如何飞黄腾达时 意识海的海面突然激荡了几 初次进入意识海 见到这场面我也是一脸猛 而小九的目光更是变得无比犀利 主人 小九感觉到了威胁 话音刚落 我的意识突然回归身体 而当我睁开眼 一位阴挺的大叔正站在我的面前 同学 刚才全程都能看到的那个转直异想 是你催动的 看着大叔的着装女气势 这人至少也是宗师级以上的强者 面对此人的询问 一滴冷汗也不自觉地从我脸颊滑落 宗师级强者恐怖如斯 仅是散发的气势 就生生地逼退了围观人群数米之远 就算已经隔着数十米的距离 学生们依旧能感觉到 此人身上散发的恐怖气势 见到这幅场景 我也是满脸纳闷 奇怪 这大叔从刚才开始 就不断地向我释放威压 释放威压却又一言不发 他难道是在试探我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我脑海响起 主人 这家伙对你有威胁 看起来也很可口 小九想要吞噬他 暗叫一声不好 系统的弹窗也接二连三地弹了出来 母虫感受到目标对宿主存在威胁 当前目标可提供较高吞噬值 母虫即将开始吞噬目标 就在系统出现的同时 一道道恐怖的波动 也自我的周身四散而出 两股波动的碰撞 就连周围的学生们 都能感应到威压在墙三分 好阴冷的气息 这家伙真的只是生活系吗 与此同时 我也好不到哪去 小九感受到威胁 要开始主动进攻了 原来吞噬值太低 母虫就连攻击性都会增强了 看来要尽快找些魔物给小九吞噬 看我满脸猙獰 刀疤大叔也是呵呵一笑 见此我也明白了这家伙的目的 看来他想要用自己的威压试探我的力量 却无意中激发了我的母虫 不过好在 我还能压制母虫 明以暂时压制母虫 当前母虫吞噬值较低 请宿主尽快开始吞噬繁育母虫 见我气息逐渐淡去 刀疤大叔也收起了宗师级的威压 好小子 刚完成转职就能接下我的试探 甚至还能反击 真不愧是神级职业者 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了 听到他这么说 我悬着的心也是落了下来 看来没有被发现 钱被过奖了 不知您是 听到我的询问 刀疤也介绍起自己 我叫纪刚 是守夜人统领 我就不和你绕弯子 我很欣赏你的实力 同学 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守夜人 说着他就对我伸出了有益知识 听他说完我也是一愣 竟然是守夜人 守夜人是大厦专门抵御魔物和兽巢的组织 每当兽巢或者新的秘境赴本生成 守夜人都会率先前去调查 或者直接消灭 因为一直奋战在一线 所以守夜人的死亡率起高 不过对于我来说就不同了 母虫需要不断吞噬魔物血肉 才能积攒吞噬值繁衍子弹 我正需要能面对大魔物的机会 而且一旦吞噬值生满母虫开始繁衍 又不知道能搞出多大动静 荒野正是我繁衍母虫的好去处 说白了只要加入守夜人 无论是吞噬还是繁衍 存在的隐患都能迎日而解 这样看来 守夜人这个组织非常适合我 见我久久没反应和周围学生们的闲言碎语 几刚也有些慌了 同学 你可能也听过一些守夜人的传闻 不过那都是些老黄历了 只要你愿意加入 一定能得到全方位的培养 你作为神级资源更是数不胜数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直接伸出手和他卧在了一起 吉同领无需多言 重铸守夜人的荣光我被义不容辞 我愿意加入守夜人 老母猪带凶兆 一套接一套 嘴上虽然漂亮话不断 但我今后的虫仔子可都要指望你们了 听到我同意季刚也是一愣 说话都不由地结巴了起来 此 此话当真 也就在此时小九的抱怨突然自我脑海响起 小九饿 不开心 想吃掉它 文言我也是急忙向吉同领请示 这还有假 不过今天我还有点事情需要办 三天后我会准时去守夜人总部报道 我们到时候见 说着我就飞快地离开了此处 只剩受宠若惊的吉刚独自在风中凌乱 眼前这个男人隶属于大厦死亡率最高的守夜人组织 而面对男人的邀请 我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 见我答应投也不回地走了 吉刚也长舒一口气 还以为要费一番周折 没想到这么顺利 这小子是什么隐藏职业来着 竟然忘记问了 五院的八长老吗 你们也是来抢人的吧 那你们可来得太晚了 毫不理会 八长老直接就询问起了吉刚 人哪 神级生活系职业的人哪 听到八长老的话 吉刚也是一愣急忙反问起老者 什么生活系 你们什么意思 文言八长老更是一愣 吉刚 你不会让一个神级生活系加入你们守夜人去送死吧 听到老者的话 吉刚也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 刚才那小子是生活系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在离开觉醒大厅后 我也和朋友聚在了一起 听到我觉醒了神级生活系职业 回首的王叔也是惊讶至极 神级生活职业 组成的意向是你搞出来的 听到王叔的大嗓门 一旁的小西也呵斥道 王叔 小点声会死啊 万一被人找麻烦怎么办 见到两人这样我也满脸笑了 没事王叔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见我这样一直是我为家人的王叔也笑了几 就是 小陈啊 虽然生活系职业没办法战斗 但听说那些培养临职的企业都需要生活系的人子 如果你爸妈还在的话 一定很欣慰 对此我也是一脸尊敬 这些年多亏大家的帮衬 将来我一定不会忘了大家 闲聊至此 王叔也说起了正事 好了小陈这些小事就别放在心上 今天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好要去一个初级的秘境打装备 不如你和我们一起 书带你升级 对此我也是求之不得 在成功加入小队后 我也跟着王叔进入了一处初级秘境中 第一次进入秘境 我也被秘境中的场景给震惊住 而就在我暗叫秘境的雄伟时 秘境中的烛台纷纷亮起 一则提示也自我的脑海响起 C级秘境 王灵神殿已开启 秘境将百分百掉落道具及装备 秘境经验将于结束秘境后开始结算 中途退出将放弃经验与装备 看到眼前从地面中占起的魔物 王叔也不禁留下了一滴冷汗 这时 王灵士兵 为什么秘境系统会给我们匹配这种级别的速度 听到王叔这么说 我也是皱起了眉头 看来是不太好对付的秘境 就在我这么小的知识 王叔身后的小夕也开口道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小陈是神级职业者 天道系统为了平衡 匹配了级别更高的秘境 对此王叔也是满脸浪漫 可是小陈明明是生活职业 见到秘境难度上升 同行的另一个女孩提一道 王叔 要不我们先离开秘境吧 对此王叔却是老神在在 不碍事 这种级别的秘境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不是是怎么知道 说不定这次我们能脱小陈的福 爆点大装备呢 说着他就召唤出了一把长剑窝在手中 男孩第一次进入秘境 就遇到了C级的亡灵神殿 不过风浪越大鱼越贵 为首的王叔也没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毅然决然选择了开启副本 随着副本的开启 亡灵士兵们也开始躁动了起来 见此王叔也不敢懈怠 拿起长剑就冲向了亡灵士兵 小陈 站远一点 这些亡灵士兵比一般的C级魔物更危险 你往后站 我们先向副本核心进攻 说着王叔就一举手中的长剑猛地 劈向了一只亡灵士兵的头颅 权力一击 可也只是破开了亡灵士兵头顶的头盔 见此王叔也吩咐起队伍的辅助小溪 小溪 快给我增强天赋 文言 小溪也是不慢 双手并勇的同时 一道道专属于辅助的波动 自他的周身朝王叔的方向远过去 得到小溪的加成 王叔的力量也被大幅度提升 仅是两剑挥出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一只亡灵士兵 见到小队配合如此默契 我也在心中暗想到 王叔他们为了生活 每天都得对抗这样的怪物 难怪总是看他们一身伤悔 还有小溪姐 为了给弟弟治眼睛 才被迫成为攻略者 就算是这样 小溪姐之前还总是接近 看来我也要赶紧变强 等赚了钱后好好感谢大家 就在我这样想着的同时 小九的声音突然自我身后响起 主人 这里有好多的魔物和血实 小九想要吞掉它们 文言我也露出了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 既然已经感知到了 就先试试小九的能力吧 说着我就将小九以独障的形式换化了出来 去吧小九 这些都归你了 再回应了一句谢谢主人后 小九直接就朝地上的亡灵士兵尸体扑了上去 而就在毒杖接触尸体之时 只是瞬间的攻附尸体就被小九吞噬殆尽 虽说小九的毒杖腐蚀性很强 不过这些怪物等级太低 吞噬值的增长也是速度缓慢 看来还要吞噬更多的魔物才行啊 就在我这样想着的同时 王叔一行已经前往了亡灵神殿的身处 王叔他们三人不愧是常年组队的伙伴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攻略到了副本身处 现在毒物的范围攻击我还没办法精准控制 可能会误伤 既然这样 就先跟在他们后面解决这些魔物事啊 等会儿再去找他们会合吧 也就在此时 小九突然以迷你形态从我肩膀处钻了出来 主人 小九感应到了 这里还有新鲜的血石 顺着小九的目光看去 一连几只魔物突然从大厅的地面中钻了出来 暗影潜伏者 力量20 敏捷15 防御10 精力5 等级10 隐藏在暗影中专门猎杀吊队的弱者啊 还有这红色名字是因为等级高出我很多吗 不过数值上 这些怪物完全不如获得了羽工被动提升了属性厚度 不如用它们来测试下我的技能 姓名将尘 遗转 等级 遗级 身份 虫族主宰 职业 神级玉灵师 天赋 万物生长 神次进化 万物祖术 母虫 小九 九杖池天灾级 装备 五 力量35 敏捷31 精力27 体质20 战力评价 41 心动不如行动 小九化成毒杖跟着我 就在我说完的同时 暗影潜伏者也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有了小九的保护我也是丝毫不慌 静止就朝暗影潜伏者迎了上去 辗转腾挪毫不费劲 有着羽工的加成 这些暗影潜伏者根本就碰不到我 带到我冲出他们的包围圈 这些暗影潜伏者的身上纷纷都被施加上了毒杖 而就在他们猛逼的同时 我也召唤出了一抹毒杖集中于手心 随着我手掌猛的鱼刃 刚刚还处于猛逼的暗影潜伏者 瞬间被毒杖的腐蚀消磨殆尽 也就在此时系统弹窗接连出现 吞噬直加50 和我想的一样 这些怪物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吞噬活着的魔物 吞噬直也会长得更快 不等我继续歪歪 小九再次钻了出来 主人 血石又出现了 与刚才的魔物一样 这些暗影潜伏者出现的悄无声息 而且数量也变得更多了 这个副本里居然隐藏了这么多魔物 突然有点担心王叔他们那边 看来得速战速决了 小九 你能解决吧 闻言 小九也自我的身体之中浮现了出来 当然 他们都是小九的猎物 交给我吧 主人 眼前的这个女孩 其本体竟然是天灾级的母虫九丈尺 而就是这样的存在 现如今却和我在C级秘境中吞噬魔物增长吞噬指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路披荆斩棘 直入副本BOSS区域的王叔一行 也遭遇了王林士兵的埋伏 随着长时间的战斗 王叔也受了不小的伤 而看着如潮涌一般的王林士兵 作为队长的王叔也是丝毫不敢分解 可恶 这些怪物越打越多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回头看向小夕 王叔也开口道 小夕你去和小陈会合 先离开这里 不等小夕回府 一只王林士兵突然来到了王叔的身后 王叔小心 闻言 已经精疲力竭的王叔也是一愣 回头看去时 王林士兵的长剑已经静置披向了自己 暗叫一声不好 就在王叔以为自己会丧命于此时 一道独障呈现 几乎是在瞬间便将王林士兵给吞噬殆尽 也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王叔的身后响起 王叔你们没事吧 转头看去 刚刚还围堵在入口的王林士兵尽数被独障吞噬 而释放独障的人正是慌忙赶到的我 小陈 你不是生活戏吗 你这是什么技能 闻言 我也是不紧不慢地瞎掰了起 我还有一个隐藏的独障技能 王叔你伤得很重 小夕小理解 你们快带着王叔走吧 我来断后 听到我的话 众人都是一脸震惊 这就是神级的技能吗 可即便这样 你一个人断后还是太危险 听到王叔的话 一旁的小夕也是同样的看法 对啊 小陈我们一起走吧 没有继续多余 我也走向了魔物的方向 放心吧 我没问题的 随着我的技能 逆境中也出现了一则提示 逆境人数已到达条件 逆境Boss召唤中 见我独自前往了魔物群 王叔还想说点什么 可一旁的小夕却是阻止了 王叔 小陈不是鲁莽的人 我们还是相信小陈吧 不要估诉小陈为我们争取的时间 一把扔出手中的长剑 王叔也大喊道 小陈 接着 待会儿记得还给我 一把握住扔来的长剑我也回答 放心吧 王叔 待会儿一定还给我 初级征服者之剑 速度加25 力量加30 攻速加2% 被动技能与共生效中 有了长剑的加持 刚好可以用它作为媒介 扩大独障的攻击范围 手握长剑所向批语 但凡被砍中的亡灵士兵 纷纷都被独障所促使 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晋升的记录 在剑道方面 我可是获得了全校第一的成绩 就在我清理着凡人的亡灵士兵时 一道黑影突然跃起 举着长剑就朝我的方向批了过来 动作不停 我也抬头看向了他 难道是秘境BOSS吗 想着的同时 我也是不慢 在BOSS落下之时 我直接一个弹跳躲了过去 见此 秘境BOSS也是不慢 侧转剑身转劈为削 直接就朝我落下的方向横劈了过来 见到BOSS如此快的反应 我也是急忙将长剑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可是仅仅坚持了两秒半 初级征服者之剑就应声而碎 而我也在这时被BOSS那巨大的力量 连人带剑一起轰飞了出去 踩住碎石止住正在后退的身形 我也在此时正式起眼前的魔物 这就是副本BOSS吗 比想象中的要厉害很多呀 看了看只剩一半的征服者之剑 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现在长剑只剩一半了 关于这个我待会儿该怎么和王叔交代呀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秘境BOSS也再次看向了我的方向 王陵君王 等级 15 王陵君王 C级秘境王陵神殿的首官报 其实力更是恐怖无比 而就在我为长剑断掉而感到内疚时 王陵君王也向我展开了二轮战 手握长剑化身为瘾 几乎是在瞬间 王陵君王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深知现在的自己根本不是王陵君王的对手 我也在此时呼喊起我的场内外挂 小九 在听到我呼喊的瞬间 一只被虫甲覆盖的手掌直接抓住了正在急速下落的长剑 而此时出现的小九也是一脸不悦地盯着眼前的王陵君王 主人 我能干掉他吗 在回答了一句可以后 小九的手掌突然发力 握在手中的长剑直接被捏得粉碎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也自小九的周身释放了出来 没有变身无敌的规矩 王陵君王抬起拳头就砸向了小九的方向 不过终归还是慢了一步 此时的小九已经完全进入了战斗形态 抬起出手就来了一记闪电五连边 马师傅绝学和其恐怖 仅是三边挥出就将王陵君王给打飞了出去 而小九也是紧随其后 基本上就是以绝对拧压的姿态获胜 只是瞬间 王陵君王就被砍断四肢跪倒在地 而头颅更是直接被小九抓在了手上 想不到小九面对BOSS竟然这么轻松 这下副本算是结束了吗 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 一颗碧蓝色的晶体突然自王陵君王的尸骸中钻了出来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也是一脸疑惑 不过在感受到周围的变化时我还是发现了一样 它在凝聚周围的魔力 这是怎么回事 不等我做出反应 以晶体为中心 所有魔物尸骸中的魔力突然蜂拥式地涌入了晶体之中 而此时的尸骸也在这时凝聚成了一尊巨大的魔物 王陵暴君 等级 二时 又凝聚成了新的怪物 难道说水晶才是BOSS的本体 反应过来我也是急忙向小九下他的命令 小九 得摧毁他体内的能量水晶才行 在听到我命令的瞬间 小九也对上了新暴王陵暴君 比起先前的王陵君王 王陵暴君的实力更强三分 面对王陵暴君的攻击 现在的小九根本没法应接 只能不停地与他周旋寻找破绽 抓住王陵暴君攻击的后摇 两只触手齐出 小九操控着他们就刺向了下方的王陵暴君 与他的巨大体型完全不成正义 王陵暴君的速度出乎意料的 小九接连三次攻击镜都被他给躲开了 见此我也为小九捏了一把汗 这么庞大的体型 居然能拥有如此快的速度 这个BOSS到底有多强啊 视角一转 我也看向了地面几处不显眼的土队 王陵暴君 由王陵君王解体后 吸收了全部王陵士兵残余魔力的结合体 而就是这样的存在 现如今却和小九打得不相上下 这家伙不仅速度快 每次的速度也是势大力尘 他就像一头在狂奔的西面 不过这也是他的弱点 从刚才起我就已经感应到了 在这个秘境中 有很多植物的根系隐藏在地下 只要我能在他接近的瞬间 释放我的御灵士天速技能 就能让他彻底停下了 刚这么想着 王陵暴君就举着锯锤朝我的方向砸了过来 抓住他扶空的空档 我直接就发动了自己的天速技能万物生长 随着技能的发动 整个大厅的地面瞬间就震动了起 紧接着受到万物生长的作用 植物根系立马就从地面的四处钻了出来 受到我的指引 这些根系在出现的瞬间 直接就朝扶空的王陵暴君卷过去 眼见自己的技能已经奏小 我也不敢耽搁 急忙呼唤起小九 小九就是现在 闻言 小九也是不慢 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被禁锢的王陵暴君头上 手掌触手齐齐上阵 仅是接触的瞬间 王陵暴君的头颅就被封了个粉碎 见此我也是急忙停止的万物生长 果然只要运用得到 我的天赋技能也一样能在战斗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潜藏在王陵暴君体内的核心也是再次浮现了出来 见识到这东西的恐怖之处 我也不敢耽搁 在出现的瞬间就一把抓住了他 闹剧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说着我就一把捏碎了核心 随着副本真正的BOSS核心被捂 一连几则提示也是紧跟着浮现了出来 恭喜您 深渊C级王陵神殿已通关 秘境结算开始 秘境结算已生成 零级江陈玉灵师 本次秘境评分S级 十二级王一剑士 本次秘境评分B级 十一级留影术士 本次秘境评分B级 十级叶欠全尸 本次秘境评分B级 天道系统通知 装备奖励已生成 随着这则提示的出现 我的面前也浮现出了一面数据影像 待到数据影像完全出现 一连五把武器也是出现在了面倒之上 没有任何顾忌 我直接伸手抓向了其中唯一的一把匕首 艾德木的迅捷匕首 B级 攻击加50 速度加5% 剑系职业属性乘2 生活职业的人也是倍感无奈 好多装备 不过好像都是战斗系使用的 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生活系的武器 刚这么想着 我就伸手抓向了数据面板中的一笔剧首 吃不了猪肉 我还不能看看猪跑吗 让我先挨个检查下装备的属性 就在我从系统中将其拿出之时 铁锤巨大的重量 直接在地面砸出了刀刀猎物 王者低呼唤 力量加100 拧结减100 属性 10%的概率触发5倍爆击 就在我按照这武器好重视 一则提示突然出现 通知经验奖励已生成 随着提示的出现 我也清晰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 重打百斤的锯锤 我直接就从地面中拔了出来 在母虫的被动经验反哺下 我的等级一下子就从一级升至了六级 再加上与共的20%全属性提升 看来今后随着等级的提升 我的本体作战能力应该也不会差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小九突然伸出手掌抓住了我的胳膊 一指数据面板上的武器 小九也是扇扇开口 主人 作为奖励 小九可以把这些吃掉吗 作为小九的家长 我也开始了言传身教 小九 小孩子不能吃 这些东西要给王叔叔他们换钱的 而且吃了要坏肚子 听完我的话 小九也放弃了对装备的打算 反而看向了巨大的亡灵暴君尸体 那我可以吃掉这个吗 看到这个我也从获得奖励的喜悦心情中回过什么 我竟然把boss遗害给忘掉了 吞式值很宝贵绝对不能放 小九 他现在归你了 不过这boss是不是有些太大 小九你用毒物俯饰可能需要些时间 亡灵暴君的身前 小九也在这时张大了嘴 没问题 我开动了 武魂真身显现 小九直接就变为了九丈式本体 续空母虫呈现 庞大的亡灵暴君在小九的本体面前完全不置一体 而见到小九的本体 我也在此时愣在了原地 合着你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吞噬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小九也张开了不满力尺的嘴 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角 直接就让密闭的暴房间中掀起了八级大狂风 惯性是在秘境之中 如果再组成的话 就算躲得再好也一定会被发现 也就在小九吞噬的同时 吞噬值也在以每秒100的速度疯狂增长 Boss的血肉果然不同 看来以后要多吃Boss类的怪物才行 而就在小九吞噬的差不多时 原本寂静的副本中突然传来了稀疏的脚步声 天灾极母虫终归还是天灾极母虫 面对体型庞大的Boss 小九竟然直接幻化出本体开始了吞噬 也就在此时一串脚步声突然响起 Boss都已经被杀了 肯定不会是魔物 应该是王叔他们听到小九引起的震荡朝这边赶过来 看着即将要达到1万的吞噬值 我也是急忙阻止起准备继续吞噬的小九 小九快变回来 有人来了 不要暴露了 就在收回小九的同时 王叔一行也来到了Boss的房间中 小陈 你竟然真的通关了 而且还抱了这么多装备 文言我也开始了胡编乱走 我的毒好像对这类魔物有着克制效果 说着的同时 我也将获得的装备一一分给了大家 看着品质极高的装备 大家也是喜笑眼开 唯有我一人满面愁容 秘境被通关后就不会再刷新 再搞到一个Boss补满吞噬值就足够开始繁衍重组了 想要找新的Boss现在也只能到荒野去了 见我好像在想着什么 王叔也询问起我 小陈 你有这种力量去做研究太可惜了 你还没有等级就有这样的力量 将来等级提升上来肯定不输战斗之意 怎么样 你想好下一步怎么办了吗 面对王叔的询问 我也跟他说起了学校发生的事情 王叔 我之前怕你们担心没和你们说 其实我已经准备加入守夜人组织了 听到这个组织 王叔也是一惊 守夜人 你要加入他们 看到王叔这样 我也细细地跟他们说明了其中的一切 我和守夜人的纪统领已经约好了 三天后我会去他那里报道 在去之前我想继续提升我的等级 所以我应该马上就会启程到荒野去继续升级了 听到我要去荒野 在场的三人全部都是震惊如鲍野 那里可是很危险 小陈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面对这群把我当亲人的朋友 我还是解释道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与其担心我 你们还不如担心担心那些怪物 时间转瞬即逝 而我也早早地踏上了前往外城的火车 比起城内的繁华景象 外城更像是遭受了世界末日后的场景 倒塌的高楼在这里随处可见 不过对于我这个心理素质极强的人 完全没造成半点影响 自从觉醒了系统以后 我的胃口居然也变大了 更离谱的是 虽然不太稳定 但我吃东西竟然也会长一些微弱的吞噬值 而且貌似小九也能感受到我吃下的食物 主人 你的食物不好吃 一把收起手中的老面包 我也通过手中的储物戒拿出了一份地图 好好好 这就带你去找吃的 一扫地图我也不由地敢叹起 没想到王叔不仅分给了我大部分的装备 而且听到我要去荒野后 还把这么重要的储物戒和地图送给你 真是帮了我大忙 根据之前王叔所说 荒野受到天道之力的影响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被干扰 几乎是一片末日 而兽巢里的怪物又会不断地迁移巢穴 这些地图的时效性极强 如果没有最新的情报 很难找到成群的怪物 更不可能找到带有boss兽巢 火鸟和雷西副本的人最多 去了容易被发现 这个打温号的地方据说一定要避开 那里是很危险的巢穴 风险也比较大 听王叔说下来 这个哥布林副本最适合现在的 等级不高又有足够多的怪物 人也比较少 听人劝吃饱饭 我也选择了哥布林巢穴 有地图在手 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受伤 就在我这样说着的同时 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我 臭小子 站住 老子喊了你几遍了 装什么听不见 见我回过头 男人也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询问起我 问你点事 你在城外有没有见到过一个金发的女 眼见来者不善 我也一脸杀意地看向了他 没见过 还有 你他妈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随着我意念一动 男人抓住我肩膀的手 也在这时受到了俗失 见此男人也急忙将手缩了回去 怎么可能 这是毒 这小子看起来还没到十级 竟然能伤到我一个二十七级主修防御的战士 而漫步走开的我也在这时提醒起他 快去找治疗职业 我的毒应该很安静 记得顺便让人家帮你治治脑子 回见 见我如此嚣张 男人也叫住了准备离开的我 小子 我让你走了吗 文言 我也回过了头 竟敢对我肖家出手 你好大的胆子 眼前这个男人是位二十七级主修防御的战士 现如今却被我不到十级的人给伤到 在爆出自己家族的同时 这家伙直接就朝我所处的地方猛砸了下去 好在提前提防 我也是以极快的速度与这家伙拉开了些许距离 肖家 那是个什么家族 不过看这家伙的架势 应该不会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家族 眼见我躲开了自己的攻击 男人也是抬起了头 一脸杀意的看向了我 臭小子 跑得还挺快 面对男人突然出手 我也没有惯着他 直接就将小九幻化的毒账给召唤了出来 小九 已经没必要留守 见到我手中的毒账再次出现 男人也是愈加愤怒 妈的 又是这些非器 你还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就在这家伙准备下一步动作时 一道森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正太 我说了要低调行事吧 听到这道声音 男人与我同时愣在了原地 也就在声音出现的同时 正准备动手的男人身后 突然就多出了一个和他同样装扮的人 我让你去找人 你现在在做什么 见到此人的到来 正太瞬间就如老鼠见到猫了一般 逗大的冷汗也在此时一滴接一滴从脸颊滑落 就在他准备开口解释时 男子突然一脸寒意地看向我 只会惹是的废物 说完就猛的一拳砸向了正太的下落 记住你只是萧家的一条狗 你还没资格报我萧家的名号 文言 被打了一拳的正太 也是老老实实地跪在了男子的根基 少爷 我记住了 就在两人说话的同时 看着这一主意扑我心中也难掩震惊 竟然没察觉到他的接近 看起来比刚刚那个战士要威胁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男子突然走向了我的方向 我的狗喜欢乱咬 还请见谅 用不用我陪你些什么 对此我也淡淡开口 好意心领了 陪什么就不必了 见到我这样 男子的脸上也多出一份笑容 缓缓朝我走 你倒是很有趣 要独自去荒野吗 不如 我们同路 察觉男子有基老的嫌疑 我也是急忙转头走开 不必了 比起组队我还是更喜欢一个人 看着我逐渐走远的身影 萧家少爷也喃喃开口 有意思 神级的生活戏 也就在此时 郑太野从地上站起来 到了萧家少爷的身后 少爷 你教给我的事情我办早了 要不我再继续去找 闻言萧家少爷的面色瞬间森冷 等你拌完黄瓜菜都凉了 线索我已经找到了 他逃出城了 大概是想要穿过荒野去最近的遗址 记住 绝不能让他活着到达遗址 把散出去的家臣叫回来 随我进入荒野 人类 分广泛分布在这个星球上 并建立了无数的都市 但随着转值纪元的到来 兽巢 秘境 副本 入侵了人类的家园 巨大的力量无时无刻 不再重塑着这些人类曾经的家园 如今只有追求力量的职业者 才会回到这些地方 打怪升级攫取财富 现在这些地方被统称为荒野 时间来到下午 在远离外城后 我也顺着地图的指引 寻找着哥布林兽巢 按照地图 哥布林兽巢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居然都走到晚上了 还没找到 刚才走来一路上 还有不少的零散魔物 现在居然连像样的魔物都见不到了 可惜这些魔物能提供的吞噬值太低了 如果再找不到寿巢 算上折返的时间 可能会耽误我去守夜人报道 天不为人愿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乌云逆布的荒野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伸出手掌接触水滴 我也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魔力波动 看来我应该已经进入了某个寿巢的区域 太好了 虽然可能找错了寿巢 好在还是找到了 这下应该很快就能遇到怪物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我身后高楼的残骸中赫然有一只蜘蛛类的魔物 政府是单单的看着我 察觉一样我也是急忙回头看向身后 借助大雨掩盖脚步 蜘蛛怪物也在这时来到了我的身体 而见到食物出现 小九也在这时钻了出来 主人需要我出手吗 文言我也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不用 对方等级并不高 只是看起来体型稍微大了一些而已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蜘蛛也向我展开了攻击 力涨成线 直接就朝我所处的方向扎了过来 凭借雨供给予的属性 在躲开蜘蛛攻击的同时 我一跃就来到了蜘蛛怪物的上空 没有任何停顿 借助下落的速度 我猛的一拳就砸向了蜘蛛的脑袋 力量和其之大 数米高的蜘蛛瞬间就被镶入了地面 没了半点生机 没有急着吞噬 小九也察觉到了远处的异样 主人 那边又有怪物出现了 看向小九所说的方向 此时正有无数只密密麻麻的眼睛看着我 面对这群一拳就秒的蜘蛛 我也是丝毫不慌 直接就幻化出了一把毒涨笔绳 小九 这下你可以饱餐一顿了 要上了 在浅浅回应了一声后 一道黑色闪光瞬间就贯穿了蜘蛛群 走到之处蜘蛛们直接被利刃斩碎 果然还得是荒野的怪物好 打完就有经验 一路打过来等级也提升得很快 如果回去的路上继续打怪 我至少还能提升两级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所有被匕首砍中的蜘蛛身上 全部都浮现出了毒涨 随着毒气攻心 仅是瞬间这群蜘蛛怪 就全部暴敌荒野 小九 吞掉所有怪物的残验 在高呼一声主人最好后 小九也开始了大快度 时间来到几分钟后 吃完蜘蛛怪的小九 也再次察觉了一样 主人 很棒的味道在接近你 无条件信任小九 我也将化为毒账的小九 给放了出去 不过就在小九 在离开我视野之时 迷雾中突然传来了 一则奇怪的声音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我也是以极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带到我赶到 地面上正有一位 衣衫蓝绿的女孩 开始了开始了 野外试炼终于开始了 无条件信任小九 可刚将小九放出去 就误伤了一名人类女子 察觉一遍 女子也是从昏迷中醒过来 这是什么地方 我刚刚不是 不等女子继续想下去 见她苏醒一只手 在她身边的我也是急忙凑了什么 你醒了 文言 还有些猛逼的女子瞬间清醒 两步话一步 直接与我拉开了两米半的距离 你你你你是谁 别过来 见这家伙如此亢奋 我也解释道 冷静点 我只是来荒野打怪的转职者 没有恶意 听完我的话 一把捂住胸口 满脸逃红的她也是再次开口 我想起来了 刚才是你偷袭了我 文言 我也替小九解释起来 抱歉 你太像魔物了 听到我的话 女孩的脸在红三分 哪有说女孩子像魔物的呀 冒昧的家伙 反应过来的她也急忙检查起自身的情报 鼻子还在 耳朵还在 肾也还在 该在的东西都还在 见着女孩跟打了鸡血般 我也不禁留下了几滴冷汗 吃了我全力一击 竟然还有这种火 这家伙她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女孩手指上的戒指 突然传来了一段 不易察觉的波动 而本疯疯癫癫的女孩 也在此时老实了下来 糟了 耽误了太多时间 要被追上了 得赶快走 听到女孩那微乎其微的声音 我也在原地思考了起来 追上 她是在躲什么东西吗 想着我也走上前询问起女孩 那边有什么棘手的东西吗 看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文言 女孩也抢起出了一副笑语 那个 就是那边有些怪物 我不擅长战斗 所以准备撤出去 你要是想打怪就去 我知道的就这些 我先走了 听女孩说完 我也不禁抱怨了起来 这家伙的演技未免也太差了 算了算了 如果前面是怪物的话 就正合我 这些怪物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还能给我提供吞噬指 不过 如果是其他转职者就麻烦了 荒野向来都是法外之地 杀人越货的人不在少数 要不先把那家伙抓回来再问我 刚这样想着 小九突然钻了出来 主人 那边有很多东西靠过来 文言 我也询问起小九 很多 那就是魔物了 太好了 不等我继续说下去 眼前出现的一幕 顿时吓得我瞳孔密缩 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得结巴了起 这 这特别也太多了吧 定睛看去赫然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蜘蛛类怪物 那家伙果然是在撒谎 不过 不是其他职业者我就放心了 自己送上门的吞噬指 岂有不要的道理 上门不要 大逆不到 更何况还是我急需的吞噬指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蜘蛛也向我展开了攻击 面对这些一招就秒的怪物 我也是丝毫不慌 小九 独障形态 文言 小九直接化为独障附着在我的体部 就在附体完成的同时 蜘蛛怪也来到了我的身体 对此我也没有闲着 直接就对眼前的蜘蛛展开了攻势 黑色闪光浮光 被匕首划过身体的蜘蛛 瞬间就被切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一道道充满诡异色彩的血液 也在此时喷涌出来 与之前的蜘蛛怪相比 这些蜘蛛的速度明显要快上三分 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时 一只蜘蛛瞬间就来到了我的身后 准备对我展开偷袭 凭借强大的战斗意识 我也在此时将身体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 转身挥到一气呵成 偷袭而来的蜘蛛瞬间 就被肢解成了无数的碎口 危机解除 但是我的腹部也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不对劲 车轮战 这些怪物居然在打配合 一眼看向其中最大的一只蜘蛛 我也不由得猜测起来 难道是这只boss在控制这群怪物进攻吗 几千只怪物 拥有同一个脑袋 既有数量又有战术 难怪这鬼地方没人来 看来必须要想办法穿过这些小怪 杀掉boss才能解决这群家伙 不过 这样有些难办了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一只手掌突然搭在了我的肩膀之上 主人 小九突然发动了狂暴 力吼道 就凭你们狂妄的东西 文言 本是井井有条的蜘蛛瞬间全部陷入了混乱 见此我也疑惑至极 这些怪物乱了正经 因为也是虫子吗 等等 蜘蛛算虫子吗 见我这样 小九也向我解释起来 小九切断了猎物间的联系 听到小九的话 没有任何犹豫 我直接就做好干翻所有怪物的种 没想到狂暴技能还能这样用 这样一来就简单多了 小九 干得漂亮 咱们去把这些家伙给干掉 黑色闪光呈现 我也在此时对怪物群展开了屠杀 失去了BOSS的控制 现在的怪物群就如一盘散沙一般 现在的他们根本对我够不成任何威胁 既然如此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时间飞逝 在我的一通乱杀下 所有的小怪已经尽数被解决 而目标也仅剩下为首的蜘蛛BOSS 没有任何停歇 我直接拔剑冲向了BOSS 到了孤立无援的时刻 BOSS也对我发出了愤怒的嘶吼 然病了 在小九的加持下 手握匕首的我直接就贯穿了BOSS的整个头颅 BOSS应声而道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繁衍种族了 来了来了 我的第一次重组繁衍他终于来了 随着BOSS被我击杀 毕则提示也在此时浮现了出来 等级提升至14级 战力评价127星 被动技能与共持续生效中 等级的提升 我也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明显变强 127星 看来我的单体战力已经差不多和25级的战斗系转值者视频 说着我也看向了剩余的蜘蛛怪物 现在这群魔物 看起来也没什么危险 就在我看向他们的同时 小蜘蛛也没了反抗的心思 全部都开始四处逃窜了起来 没想到这群家伙还挺实实物的 算了 先不管这些小怪了 完成繁衍才是首要目的 小九 现在它归你了 就在我说完的同时 小九也以九丈吃的完全形态从我的身后钻了出来 在回复了一句谢谢主人后 小九也开始了大快躲 和副本中的BOSS一样 蜘蛛怪也为小九提供了丰厚的吞噬值 精英怪就是精英怪 都能提供这么多的吞噬值 看来想要加速繁衍 狩猎这些精英级的怪物才是首选的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小九那边也彻底忘活 您的吞噬之一吗 是否开启首次繁衣 看着提示的出现 我也陷入了短暂的愣声 不过就在此时 小九突然以人形单膝跪在了我的身上 主人 小九已经可以开始繁衍了 请您准许我带着更强大的力量继续追随你 面对小九请求我也给予了肯定 好吧 开始繁衍 话音刚落 小九也开始了初次繁衍 而我的天赋加速生长和万物生长 全部都在此时自动开启 时间飞逝 我的手背上也出现了一道代表九仗式的图案 恭喜宿主已获得专属技能满级重逃 恭喜宿主已获得专属技能主宰 繁衣加速中 剩余时间八秒 就在我对新出现的技能而感到疑惑时 眼前逐渐出现的荧幕也彻底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 这就是重群吗 恭喜宿主已完成首次虫族繁衣 定睛探举 密密麻麻形式蚊子的九仗式直接密布了整片天空 而在他们的正中心 赫然就是生育他们的母虫小九 当前虫群数量 九仗式数量2300 数量非常可观 一只母虫第一次繁衍竟然就能繁衣2000多只子袋 这要是等到三代四代那还了得 说着的同时 我也伸出手掌摸向了一只小九仗式的头部 没有任何反抗 小九仗式反倒是把头低了下来 和我很亲近 不过他们的技能和小九看起来不太一样 似乎还多了几个新技能 九仗式子袋 毒物 化作毒物俯视吞噬一切 伪装 可以通过赤销反射进行静态伪装 狂暴 持续消耗吞噬值 短时间内提升速度力量 自爆 瞬间引爆自身毒素 造成巨额伤害 小九不愧是小九 第一次反眼就同时孕育出了2000多只实力强大的九仗式 而就在我查看小虫子的技能时 完成反眼的小九突然从身后一把抱住了 主人 小九反眼完了 摸了摸小九的头 我也顿旦欣慰 还好 小九看起来变化倒是不大 就在我还想说点安慰小九的话时 小九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 小九要休息 文言我也是疑惑至极 休息 什么意思 不等我继续说下去 小九直接化为一道流光钻入了我手背九仗翅的图案之中 母虫九仗翅已返回虫巢 看见这一幕我也是满联盟 这竟然是一个可以容纳虫群的空间 太好了 这下无论多少虫族都能隐藏起 就不怕被人发现了 不过等级满级 看来是一个固定等级的作用型技能 画面一转 我也查看起虫巢内的情况 和小九说的一致 在抵达虫巢后 小九就因为太累直接睡了过去 消耗过大 就连虫族都必须睡觉 这繁衍还是个体力活呀 话应戛然而止 对了 我刚才好像还获得了一个叫主宰的技能 没有任何有用 我直接原地释放起了此技能 专属技能主宰发动 一股恐怖的魔力也在此时从我的周身释放了出去 但凡被魔力掠过的九丈痴 全部都和我建立了某种联系 稍加尝试 我也弄明白了这技能的作用 原来如此 这是可以操控虫群的技能 太神奇了 简直就像在驱使自己的手臂一样 不仅如此 我竟然还能和虫群共享感官 说着的同时 我的意识也出现在了所有九丈痴的上面 比起人类的视野 虫群的视野组合更像是全息扫毛 方圆千米内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被我禁收眼底 虫群能感知到的世界还真是神奇 意识回归本体 我也看向了跃跃欲试的小虫子 看来你们也很兴奋了 既然如此 那就大闹一场吧 正好我也想试一下新的门幕 带着几乎等同于透视的虫群 我也开始在荒野展开了地毯式的屠杀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躲在建筑内和没躲在建筑内的怪物 全部都被我的虫群给逼了出来 虫群集体化为毒杖 而绵延数千米的毒杖完全凭我一人操控 转瞬之间 所有的怪物都被虫群化为的毒杖所吞噬 见到这一幕我也是平淡开口 有了虫群几乎都不需要我出手 毒杖范围变大 吞噬的也更快更广 拥有主宰技能的事业共享 现在一般的怪物也无法在虫群前躲藏 照这种情况 很快就能二次繁育 对了 还没仔细看看下次升级需要多少吞噬之能 说着的同时 我也将系统面板给召唤了主 就在系统面板出现的同时 本是心情愉悦的我顿时神经紧崩 等等 这这是什么 来了来了 吞噬繁育后的报应他终于来了 到底是如何恐怖的东西 直接让身高180的我瞬间下沉了250 没错正是二次繁育所需的吞噬值 比之之前的1万点所需吞噬值 二次所需的吞噬值直接翻了10倍 来到了恐怖的100万点 与此同时 离蜘蛛巢穴不远处的一处废弃仓库中 见到小弟火急火两的岗 为首的老大也询问起自己的小弟 你怎么猜回来 快说 蜘蛛巢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文言小弟也是惊慌开口 蜘蛛巢穴那边 已经被一个神秘人给剿灭了 而且还是碾压性的剿灭 一只魔物都没有剩起 文言其中的老大也是瞪大了眼睛 你说的千真万确吗 对此小弟也是给予了肯定 千真万确 魔物都城都变成废墟了 听到小弟的话 老大也思索了起来 成废墟了 这也太害人听闻了 难道是守夜人 可是这不像是他们的手 估计是某个影视家族 或是强力攻略组的秘密行动 以上每个都不好惹 我们只能撤了 妈的 没想到雇主要一瓶狼猪毒素 我们都没搞到 这次的亏空就只能回去的路上 截几个倒霉的田上 就在他说着的同时 仓库外突然传来了动静 就在他们为此感到惊讶时 仓库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终于找到其他转职者 说着的同时我也从门外走了进来 各位别紧张 我只是来这里升级的转职者 我想要和你们交换一点食物 见到就我一个人 几人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 吃的当然可以分明 不够荒野的食物向来不便宜 你拿什么交换呢 就在他们老大说着的同时 两名小弟也纷纷绕到了我的身后 对此我也是丝毫不慌 我懂 我有的是好东西 听到我这句话 身后的两人 琪琪从身上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好东西 察觉身后的动静 我也是姗姗一笑 紧接着就抬起了自己的手 储物戒指发动 一连三只蜘蛛怪的尸体 就从中被拿了住 怎么样 我的活不错吧 见到我拿出的是 自己一方所需的地狼珠 身后的两人也是急忙 将手中的武器给收了回去 这 这是地狼珠 蜘蛛巢穴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 难道就是他涂光了蜘蛛巢穴 就在两人这样想着的同时 我也略带杀意的看向了他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我现在可是很火大 拿上东西赶紧滚 见我这样 三人也是相当适去 留下食物的同时 直接拿出堪比博尔特的速度 逃离了此地 对不起大王 我们现在就走 见他们都离开 我也将化为毒杖的酒杖池给重新放出 去 警戒一下四周 在确定周围安全后 我也开始食用七几人留下来的食物 可恶 我饿得越来越快了 之前刚得到小酒的时候 我就该知道了 没想到驱使虫群还有这种副作用 本以为虫群翻倍后吞噬值会长得更多 没想到下次繁殖所需的吞噬值也跟着翻倍 100万点吞噬值 我得刷到猴年马月去啊 一个boss现在能提供的吞噬值已经是杯水车星 就算把江城外围转职者公开的所有寿潮都清空 可能都不够下次繁衍 不过 听说守夜人手中掌握的寿潮和秘境都不会公开 看来 想要给我的虫族提供更多的吞噬值 只好尽快去守夜人报道 考虑完今后的发展 我也看向了自己的守着 小酒还没醒吗 看来繁衍给小酒带来的负担不小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散出去的虫群突然传回了消息 他来了 有战斗的味道 好像还有很多人跟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就在我刚刚站起的瞬间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样的错 而当我转头看去 赫然就是骗我去蜘蛛巢的女孩 荒野在遇其女子 到底是冤家路窄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怎么又是你这家伙 听到我的询问 被撞得头昏脑花的女孩也是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 你是蜘蛛巢穴里的那个家伙 求你 千万不要说见过我 求求你了 比起这个我更惊讶于他的悄无声息 这家伙已经离我这么近 我居然都没发现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等等 城外的那些家伙在追的人 原来就是他们 瞳孔一转我也看向了仓库外 现在想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一连数十位黑袍人也从门外走了进来 为首的赫然就是当初 邀请我一起进入荒野的萧家少爷 你雅兴不错吗 竟然一个人在这里露营 见到我没有回答自己主子的话 郑太也是叫嚷了起来 小子 刚才有个娘们跑进来了吗 快说 不然这次真攒了你 一把拦住自己的狗 萧家少爷也来到了我的近处 生活系的小子 你升级很快 才一天不到你就已经十六级了 我对你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不过现在我还有警示要办 说着他就拿出一把常见对准过我 我问你 你看没看到一个黑毛的丫头 感受到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 我也不由得有些心急 好强的气息 原来这家伙的级别这么高 可能都有三十级以上 而且这家伙竟然准确地说出了我的职业和等级 身上一定有什么能探查的装备 想着的同时 我也伸出手指指向了一旁的侧门 刚才看到有人引往那边去 但我不是敢窒息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你要找 文言萧家少爷也站起了身子 好 我姑且相信你 不过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的好 如果我知道你帮了他 我郑国萧家绝对不会放过你 再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风 萧家少爷也带着一众小弟走向了我所指的方向 萧家竟然是郑国家族 所谓郑国家族 每个家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各个都是封疆大事 而且神秘至极 除非大灾 不然很少入室 一些家族大能更是能开天烈地 这家伙的势力比我想的还要大 妈的 被这种家伙惦记上可不是什么好事 看来我也不能在这儿了 这里不安全 见到萧家一行走远 藏在仓库角落的女孩也走了出来 得救了 谢谢你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直接一把抓住了他 你给我过来 上次你小子差点把我给拎了 这次我又帮了你 你小子现在给我实话实说 你到底怎么惹上那群人 文言 女孩也解释起来 我们家是开货站的 那家伙见色起义 想要把我们押送的东西抢走 把人杀光 听他说完我也松开了他 见我要走女孩也再次开口开心 你帮了我我一定会记得 日后我必有重心 对此我完全不在意 谢你妈的头 谁想参合你们这档子事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工况的仓库中突然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 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时 女孩突然开口了 糟了 他们刚才有人布下了结界负重 我们被探查到了 就在女孩说完的同时 仓库外突然想起了萧家少爷的声音 该出来了吧 文婷此言 我也知道一切都完了 现在想溜掉估计是不太可能 说不认识他 这群家伙也不会相信 听到门外传来的动静 本是劫后余生的女孩也再次面露悲慎 见我迟迟没出去 萧家少爷也带着一众家眷走了进来 臭小子 我就知道你在说话 把他们给我抓住 来了来了 与萧家的正面冲突他终于来了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在撒谎 把他们给我抓住 听到萧家少爷的话 已经被逼入绝路的小女孩也是惊讶开口 你明明已经劫走了我罗家商团所有的货品 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对此萧家少爷却是不以为意 所以呢 你能怎么办 听到两者的对话 我也看向了身边的女孩 罗家的人 就在我想着有关罗家的消息时 女孩也是再次开口 杀了我 罗家肯定会追查到底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听到女孩的话 萧家少爷突然就大笑了起来 罗家 有几个前的二流家族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百年前若是没有我萧家先祖逼用 你们这些蝼蚁早就灰飞烟灭了 大笑戛然而止 萧家少爷也看向了女孩的风景 在我萧家的眼里 你和那些贱民一般无二 不过是任我们采石的家畜 再说了 追查到底 也要有能追查的东西才行啊 说着萧家少爷手中红光乍起 一道赤红的闪光瞬间直冲天际 短短数秒间 我们所处的整个地界都被笼罩在了其中 见到如此场景女孩也慌了 是萧家的囚龙阵 我们走不了了 见到大阵已成 萧家少爷身旁的郑太也起到了狗腿子的作用 少爷的话讲得够清楚了吧 拦住了他 慢着 罗家的人今天必死无疑 不过这个生活系的小子我还是有点兴趣了 神级生活系 多么少见的职业 其他的人不适合 本少爷可不一样 我今天给你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请住那个女 本少爷今天就留你一命为我萧家去世 如何 听之一席话 白读十年书 文言我也不禁大笑了起 而听到我的笑声 准备逃命的罗家女孩也是一惊 他难道要答应吗 就在女孩这样想的同时 我也看向了萧家少爷 你们这些少爷还真是会提建议 去你的萧家 我拒绝 要动手就来吧 不装了 我直接当众将自己的毒杖全部给释放了出来 听完我的回答 萧家少爷也不再犹豫 杀 一个不留 那小子不简单 别大意了 他会用毒 不要直接接触他 随着少爷的话音落下 萧家的家眷全部都一窝蜂的朝我杀了过 对此我也没有丝毫慌张 站到女孩生前的同时 我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神迹天赋技能万物生产 我可不止会用毒 随着技能的开启 地面上潜藏的树根全部都在此时疯狂生长了起来 仅是眨眼的功夫 刚刚才朝我冲来的家眷 大部分的人都被疯狂生长的植物给卷了起 妈的 这是什么 好大的攻击范围 这小子不是用毒的吗 听到自己队友的话 边砍这些植物的同时 郑太也提醒了 用刀砍 这些植物很脆弱 比起郑太 萧家少爷就清醒多了 蠢祸 是障眼法 这小子要出招了 来了来了 虫族与职业者的手战他终于来了 全部都被召唤了出来 而见到此幕的发声 女孩也是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而就在虫族出现的同时 他们也对下方的萧家族人展开了屠杀 有着植物的辅助 此时的虫子们如若犹龙 毫无防备的家眷们很快就出现了伤亡的情况 有些手持武器有着反抗能力的家眷也好不到哪去 仅是与虫族接触的瞬间 自己手中的武器就被撕碎成了铁片 这些家伙能击碎我们的武器 这根本就不是毒 召唤兽 这小子还能预售 这些毒物是这些虫子变化的 根本躲不开 就在这人通通报信的同时 我也控制着小虫子朝他杀了过去 而就在我即将对他下手之际 及时发现的萧家少爷一踩他的肩膀 直接就来到了植物无法触及到的高空之中 空灵九世 而见到剑招的七手势 我也一阵头皮发麻 比我的毒物更快 糟了 刚这么想着 天空中也出现了一只金色的巨龙 空灵九世 竹龙 随着技能的发出 我所处的地界瞬间就被滔天的爆炸所淹没 棘手地小子 早就知道你不好对付 不过你的等级还是太低 速度也不够快 我这一剑足够要了你的命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信心满满的他瞳孔欲碎 什么 画面一转 此时一直躲在我身后的罗家女孩 也站在了我的身前 为我挡下了这致命迹 唯一隐藏职业 大地永恒之队 见到这家伙突然释放了防御禁语 我也为这家伙的职业而感到惊讶 这女人竟然是防御系 而见到自己好事被坏 肖家少爷也暴怒了几年 妈的 竟然把这女人给忘了 而见到这家伙因为发火所露出的破绽 我也没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控制着重群就朝他的方向杀了过去 眼见目标是自家少爷 一旁的家眷也是急忙提醒 少爷小心身后 而就在这人说着的同时 肖家少爷突然一把抓住这人 直接就将其拉到了自己的身前 而重群的攻击也在这时尽数打向死人 不过肖家少爷终归算错了一步 重群的合力一击合灯 巨大的冲击瞬间就将两人 枫飞了数十米之远 在止住攻击的同时 肖家少爷也跪在了地上 止不住的咳嗽了起来 见到一击为死我也不禁调侃起 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竟然用自己的人挡攻击 听到我的话 胸口被冻穿的家眷也是死不明目 少爷完全没有在意 站起身子的同时 肖家少爷也是缓缓开口 能替我挡下这一击也算没白扬 说着他就掏出一颗丹药丢入了口中 小子 你确实有些实力 竟然能把我逼到用龙猿丹的成品 不过 也该到此为止了 下一件 你必死无疑 来了来了 与肖家少爷的最终战他终于来了 随着肖家少爷发动剑招 一只比先前竹龙更为庞大的金色巨龙 也在此刻被他点凝聚了 看着眼前再次出现的金色巨龙 我也不乏有些愣声 不过这丝毫没影响肖家少爷杀我的决心 你必死无疑 空凝九世 降龙斩 随着剑招的发出 这只巨大的金龙也朝我的方向扭冲了过来 见此一幕 罗家女孩也再次站到了我的身体 大地防护制盾 强化 护盾成线 剑招与护盾的碰撞 我们所处的位置瞬间就被恐怖的爆炸所笼罩 比起之前罗家女孩更加吃力 他吃了肖家的秘药实力翻了好几倍 我的盾根本撑不住 这下咱们死定了 看着不断出现裂痕的护盾 我也不禁有些佩服肖家少爷的底牌之多 每一击都是杀招 刚才的一剑已经很惊人了 没想到他还能爆发出这般实力 看着即将破碎的护盾 肖家少爷也逐渐鞭狂 降龙斩在此时跟不要钱斑朝我们斩 眼见肖家少爷的攻击马上就要突破防御 我也在此时举起了附着重朝的右手 心狠手辣却又实力飞凡 对付这种家伙已经没有手下留情的必要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方圆百米瞬间就被一股股恐怖的毒杖所笼罩 而见到这铺天盖地的毒杖肖家少爷也是一惊 可他有同样反应的还有负伤的罗家女孩 这家伙真的是生活戏吗 就在女孩想着之时 我也一脸杀意地走向了肖家少爷 而围绕在我身旁的毒杖也在此时全部化为了九杖士 去把虫子们给我解决了他 话音刚落 无数只九杖士直接冲向了毫无防备的肖家少爷 慌忙之下 肖家少爷也只能无奈举剑格等 好惊人的数量 羽霸他也再次将剑举了起来 数量再多也不过是些臭虫罢了 降龙斩 面对这家伙的无知我也是不屑开口 是吗 随着我手指一动 刚刚才被他斩死的九杖士全部都奇迹般地愈合了起 愈合虫子 这些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竟然杀不死 面对不死虫的攻击肖家少爷也无能狂怒了起来 而见到他这样 我也在此时当起了旁观者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降龙出金龙县 面对肖家少爷引以为豪的空灵酒士 虫族大军完全视若乌 硬汉剑招的同时 全部都以极快的速度朝中心的肖家少爷戏曲 连斩出的龙器都能被这些虫子吞噬殆尽 这到底是什么 愣神之间 九杖士也找准机会 一口就咬在了肖家少爷握剑的手臂之身 挣脱袭击的同时 肖家少爷的手臂也被咬了血肉末 而最关键的还是九杖士所携带的毒 也成功侵入了肖家少爷的体 眼见自己已经使用不了剑招了 肖家少爷也拿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 命运护体 随着玉石被捏损 一道护体红光也在此时 将他身旁的九杖士全部隔绝在那 就凭几只破虫子也想要我肖元武的命 真是痴人说梦 见到这家伙到现在还在肖章 我也对其发动了自己的主宰技能蚕食 虫群接踵而至 对此肖元武却是不省不避 任其攻击自己的命运护照 劝你别白费力气 这可是我肖家祖传的命运宝器 一旦开启 能屏蔽一切外部攻击 有着命运护照在 你不可能伤得了我 肖元武 郑国肖家的少爷 身上底牌众多 可是现如今竟然连最后的保命神器命运护照 都被我给打不出来 竟然能驱使这种东西将我逼到这个份上 你确实很不可思议 但现在你也看到了 就算祭出全部底牌 你也奈何不了我 我最后再说一遍 只要你肯忠心追随于我 我可以让你加入肖家 并赐予你肖心 要知道这可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你最好别不识抬举 对此我也是一脸目击 傻逼 你还真是当少爷当惯了 竟然连行事都看不清 见我这样肖元武也是不以为意 还在虚张声势 不答应也行 虽然我今天杀不了你 但是明天哪 后天哪 举正国肖家之力 你觉得能你能抵挡得住吗 文言我也笑了起来 你之前不是说 就算想追查也要有能追查的东西吗 要是你死无全尸 肖家又能拿我怎样 话音刚落 一声巨大的碎裂声夹杂着一声 主人也出现在了空旷的废墟之中 而当肖元武转头看去 整个人直接就被吓愣在了原地 没错 正是已经苏醒的小九完全体 小九睡醒了吧 出来吃饭 听到我的话 再回了一句谢谢主人后 小九也将目光转向了眼前的肖元武 见到如此庞然巨物正盯着自己 不可一世的肖元武也在此事滑落下斗大的汗住 体型变大丝毫不影响小九的速度 在得到我的同意后 小九直接挥动尖族朝肖元武封了上去 伤害虽然抵消掉了 但是冲击力还在 肖元武连同命运护照直接就被小九踩到了废墟之中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什么虫子 对此我完全不在意 小九刚刚繁衍完 你和你的命运正好让他补一补身子 闻听男人喂虫子的话 罗家女孩也被吓愣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小九也发了好 不断地使用尖族攻击着肖元武的王八可 爆炸接踵而至 虽说是肖家祖传的附体宝 口中鲜血狂喷 肖元武也面露悲似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肖家命运天下无双 怎可能会被一只虫子给击损 对此小九也没有停手 直接就给予了倒地不起的肖元武最后一击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我也在此时被过身朝远处走去 待到爆炸中心烟尘散去 地上除了一滩血迹就再也没了活人的痕迹 这下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了 小九 回来吧 听到我的话 小九也化为了毒涨 人生显现小九也一把抱住 好吃 谢谢主人 小九最爱主人了 看到我一个生活系职业者 竟然是这大虫子的主人 罗家女孩也是震惊无比 这也太恐怖了 我现在知道了她的秘密 她不会也要杀我灭口 刚这么想着 我也回头看向了她 暴露了暴露 我拥有九丈是虫族大军的事情 她终于是暴露 看着眼前唯一知道我拥有虫族大军的罗家女孩 我也在此时一脸杀意地看向了她 我该怎么处理你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礼 文言 毕恭毕敬跪下的同时 价值千万 几乎是我的命根子 我都送给你 从女孩手中抓起一颗储物剑 我也是喃喃开口 倒是有点诚意 但可惜你知道的太多了 并且你还会骗人 想起之前在蜘蛛巢穴自己干的事 女孩也并拢四根手指放在了自己的脑袋边 我罗三道对天发誓 若再对恩人有一句谎话 天打五雷轰 文言一经的同时 我也不乏怀疑起女孩的智商 一个女孩叫罗三道 要不干脆叫罗三炮算了 你撒谎从来都这么不过脑子的吗 说着他也将自己的身份证给拿了出 是真的 恩人 我也不懂我爸妈咋想 但我真没骗你 如果你不信 这是我的证件 一把接过罗三道递来的身份证 在看到上面的证件照时 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无语之中 你确定你跟着上面的是同一个人 文言 罗三道也是立马抓起了自己散落的头发 实际地将自己的脸给撑了起来 这照片是两年前拍的 我那时还没展开 不对 是我还没减肥 看见这家伙的现在样子 确实和证件照上的无语 强压住内心效益的同时 我也再次看向了他 尽管你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但你还是无法保守秘密 毕竟 只有死人才能闭口不谈 文言 罗三道也是不慌 直接就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了一份卷证 见此我也是一脸迷惑 这是什么 听到我的询问 罗三道也解释起来 这是封口卷证 违约者一旦说出秘密 就会立刻暴毙 我很怕死 你大可放心 罗三道誓死守护江城的战斗秘密 为者暴毙 就在我疑惑这个世界 竟然还有这种东西时 我也缓缓开口 行吧 既然你签了封口卷 我就先不杀你 再感谢了我一句后 我也反问起他卷轴的架头 对此罗三道也是平淡开头 大概价值千万亩 文言 一把抓住卷轴的同时 我也再次一脸杀意地看向了他 也就是说你刚给我的储物戒指里 唯一值钱的东西被你用掉 对此罗三道也是急忙摆手 恩人别生气 只要你能护送我回家 我爸妈一定不会亏待你 对此我却是直接走开 我明早还要去守夜人那边报道 时间上已经耽搁了 你自求多福吧 就在我迈不离开时 女孩突然叫住我 恩人 送我回家比去守夜人那里近很多 我家有空间传送站 保证你能准时到守夜人 来了来了 丈母娘她终于送你了 在听到罗三道家有空间传送站后 我也和罗三道一起回到了罗家豪宅 罗家豪宅占地足有数千平方米 再回到家后 罗三道也将一路上所有的遭遇全部告知了自己的父母 而听到女儿的话 罗家主母也是愤怒至极 劫财还要杀人 这萧家欺人太甚 闻言 罗家的一众家眷也是单膝跪了下来 主母息怒 属下该死 让大小姐受苦了 眼见自己老婆可能要与萧家开战 罗三道的父亲也走上前来 老婆大人息怒 咱们三道能平安回来最重要 萧家是镇国之家 不是我们这种商人能惹得起的 就在我感叹他还真叫罗三道之时 他的父亲突然带着一脸笑容看向我 江城是吧 太感谢你救了我家三道 这张黑卡别嫌弃 一改刚才的女强人风范 罗家主母也是满脸笑容 是啊 恩人 我张罗了早饭 吃了再走吧 传送很快的 一把接过黑卡 就在我准备挽具掉早餐时 不争气的肚子突然发出了抱怨的声息 一眼尴尬 我也是急忙改口 吃饭就吃一点吧 时间来到吃饭的时候 短短数十分钟 我的面前就已经摆满了一人高的盘子 就连送餐的人都被这惊人的食量给吓愣住 随着操控的充足越来越多 我自身的消耗也越来越大 在众人的围观下 我也含泪吃下了别人一家一天的伙食量 恩人别急 慢慢吃 多吃一点点 而见到自家女儿从始至终都一直照顾着 两位父母也是说起了悄悄话 虽然女儿说他是生活系 但是那也是神级 初出茅庐就能从萧家手上救人 文言罗三道的父亲也给予了肯定 是啊 虽然女儿不肯说 但这人的实力肯定不像看上去的这么贩毒 并且长得还挺帅的 说到这儿 两位突然相视一笑 脑中也同时蹦出了一样的想法 若他能帮咱们对抗萧家 若他能守护咱们女儿一生 想着两位长辈也走到了我的身后 小江啊 还没女朋友吧 我们家三道也没有男朋友 你看我们家三道 唯一隐藏职业也不错 还擅长做生意 能理财能持家 听到老婆的话 三道的父亲也补充道 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三道身材火吧 三六 二四 三六 跟你真是郎才女貌啊 将来孩子的名字我都替你们想好了 听到两位长辈的话 才喝下的水全部都在此时被我喷了出来 而罗三道则是满脸通风 整个人都不知所措了起 爸妈 你们太失礼了 在强制封印自己老爸嘴的同时 我也找准机会急忙开溜 好家伙 我救了你们的女儿 你们居然长我的身子 眼见我跑远 两位也开导起自己的女儿 三道啊 女婿都走了 你这个做老婆的怎么也不出去送送 三道啊 你别急 爹给他那黑卡上有定位 回头他去哪咱都跟着 再让自己的父母赶紧闭嘴后 三道也回忆起一路上的事 恩人他虽然很强 但也真的很可怕 虽然很可怕 但确实很帅很强 开始了开始了 我的守夜人之旅他终于要开始 在成功击杀萧远武 护送罗三道回家后 为了防止被抓住做上门女婿 我也急速前往了罗家的空间传送站 与此同时的萧家中 萧家镇国大将萧远山也是愤怒至极 混账 袁武的命欲碎了 给我彻查是谁干的 文言萧家负责侦查的家眷 也是立马跪了下来 是 萧正国 属下这就派人去查 就在家眷说完的同时 一位和萧远武长的 有几分相似的萧北寒也走上前来 爷爷 我那堂兄都二十好几了 才刚混到三十集二转 这无疑是废物一个猛 死了个废物有什么好可惜的 也值得您这么动 对此坐在前方的萧远山也逐渐消极 袁武确实资质平平远不如你 死了倒是也不算可惜 但是他毕竟是我的孙子 打狗还得看主人了 我倒是想知道大厦境内 谁有如此胆量 敢不给老夫这个八转正国面子 对此萧北寒也露出了阵阵阴影 行了爷爷 这种小事不用您费心 等我参加完这次天交营 不管查到是谁狗胆包天 我都替您攒了就是 与此同时的守夜人基地中 姗姗来迟的 我也是赶到了统领的办公室中 而当我推开大门里面已经站了 你们好 我是来入职守夜人的 就在我准备继续念叨 提前准备好的自我介绍时 姬刚突然上去搂住我 江晨 你终于来了 正等你呢 先跟你介绍下这里的骨干 说着我也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了一位靓丽女子 林小柯 二转四十五级奶妈 之前是最年轻的 现在被你抢了位置 而看见我的目光看向自己 林小柯的脸颊也不自觉地红了起 好帅 我还是第一次和这么帅的人一起共识 视角一转 姬刚也向我介绍起另一名 断风 二转四十九级射手 话不多 比较臭屁 在向我打了声招呼后 姬刚也介绍起眼前的一名小个子 楚不浪 二转四十九级假饰 别看他身满小 肉得很 而且还是个话牢 说着楚不浪也抬起投资起了大雅 老子和神级职业亲密接触过 这牛够我吹一辈子 就在他说着的同时 一位风韵牛存的金发少妇 也一把按向了我和楚不浪的脑袋 唐姐 三转宗师 六十一级活法 师父统领 继续一个生活系何德何能 对此季统领却是不以为意 生活系怎么了 那也是神级 别听那些不长眼的瞎他娘的扯淡 我们都看好你 对 小陈 尤其你还痛快地选择了我们守夜人 以后这就是你家 对此季统领完全会错了你 明明我只是想来这里弄资源 避免藏身份的 不等我想下去 姬刚也是再次搂住我 我们想给你报名三天后的天交训练你 去混点资源 但那边强了个条件 就是要二十级以上 不知道你还差多少级 文言我也是皇反开口 己书 我现在十七级 听到我的话姬刚也是一惊 什么 你三天前才转职 就已经到十七级了吗 转经而起 姬刚也大笑了起 好小子 我果然没看错你 不愧是神级天赋 三天时间 想再升个三级不是难事 我待会儿就去给你报名天交训 话音刚落 场中所有人都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本是热闹的室内瞬间降到了冰点 小陈 你这两天是惹伤什么很厉害的人了吗 文言我也是一愣 见我的反应 姬刚也向我道明两原因 有不明三转宗是在用神识探查你的行踪 守夜人 大厦专门抵御魔物和受潮的组织 仅是第一天报道 这些素未谋面奔赴在大厦最前线的一伙人 也将我视为了家人 而见我好像招惹到了什么很厉害的 身为奶妈的云小柯 也是第一时间布下了防探查的静音照 短短一分钟过去 静音照的范围就已经笼罩了我们所在的房子 也就在此时 为首的姬刚也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陈 有什么事 大家一起扛 别瞒着我们 对此我也知道事情瞒不下去 而且萧家的力量 根本不是我一人能抵挡的存在 想着我也缓缓开口 我昨天杀了萧家的萧远武 虽然都毁尸灭绩了 但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探寻手段 听到萧家两个字 唐锦和纪刚两位统领顿时更大了眼睛 大大咧咧的楚不浪也难得飞下了 萧家 萧远武 八转镇国萧远山的孙子 见到他们这种反应 挠挠头的同事我也难难开口 应该是吧 我可能给大家添麻烦了 收起不值一提的惊讶 纪刚也正式起来 众所周知萧家作恶多端 萧家几个小辈这些年可没少为非做的 小陈你这也算未明出海 八转镇国固然可疑 但据我所知 他的孙子辈就属萧远武最没出息 也最不得处 听着纪刚的分析 唐锦也站到了台前 这么来说 萧远山那老匹夫未必会亲自出手 如果派其他人动手的话 我们守夜人也不是吃素的 听着众人的话 从小就是孤儿的 我也难得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不过就在我想的之时 纪刚也反应了过来 等等 萧远武就算在废 应该也过二转了吧 说着他就满脸紧张地抓住我 你一个一转十七级的生活系 是怎么杀的二转三十级战斗系 见他这样我也是急忙解释 纪书别激动 其实我当时有个帮手 江南罗家罗三道 他是唯一隐藏职业防御系 听到罗三道的名字 等就惊讶的众人再次一惊 江南最豪富伤罗家 独女罗三道 转经为喜 纪刚也再次搂住了我 不错不错 罗家虽然不是战斗家族 但家不住父王 他日你若有难想 必罗家不会袖手旁观的 突然停下 纪刚也终于想到了重点 等等 罗三道既然是防御系 又没什么攻击能力 那你是怎么击杀的萧远武 早就猜到可能会暴露 我也在此时将毒杖给召唤了出来 叔 其实我是双戏职业 隐藏毒戏 闻言纪刚也是伸出手掌 朝我手中的毒杖派了过 好小子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叔不知道的 不等他触碰 反应过来的我也是急忙将手收了回来 几书 很毒的 我怕你遭不住 对此纪刚完全没当回事 一把就握住了我持有毒杖的事 小陈 你根本不知道你叔的防御到底有多强 握槽 察觉痛感 痛骂一声的同事 纪刚也是急忙收回了紧握的手掌 见他这样 我也是一脸笑容的凑了上去 叔 你好像破防了 死要面子活受罪 手都被俯视黑了纪刚依旧嘴硬 滚滚滚 那是书压根就没防了 察觉毒正在蔓延 纪刚急忙看向了布置静音照的林小柯 小柯 快来 给我奶一口 压住止不住的笑声 林小柯也是来到了纪刚的身旁释放起治疗术 叔 我说过很毒吧 不再嘴硬 纪刚也笑了起来 读得好 你的技能越多 叔就越高兴 闹剧结束 纪刚也认真起来 话说回来 虽然你天赋不错 但出了肖家这档子事 报名天交赢的是以我看 要不还是算了吧 虽然天交赢能获得不少好资源 但想来肖家天交肯定也会参加 咱们不能为了点资源就以身犯行 听到纪刚口中的资源 我也询问起他 叔 你说的好资源 是什么资源 对此纪刚也是直言不讳 就是凶兽精血 装备之类的 如果能名列前茅还会有神秘果实 秘境卷轴之类的奖励 算了 太多了我就不依举例子 来了来了 一夜暴富的机会他终于来了 听到纪刚口中出现的几个东西 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这些资源可比自己去猎杀凶兽好太多了 说不定到时候虫崽子们就能开始二次繁育 想着我也郑重地看向了纪刚 几书 我必须参加 我不怕威胁 我有信心自保 与此同时的肖家西湖边 随着肖北寒的一件落下 湖中顿时就出现了一道数米的猎系 猎系绵延数百米 就连湖水都在此时被强大的剑气给劈成了两半 北寒少爷不愧是肖家最强天骄 站立又上一层楼 听到家眷们的马屁 肖北寒却是不屑一顾 少废话 让你查的事查到了吗 文言 家眷也是急忙开口 少爷 我查到元武少爷曾和一个叫罗三道的女人有瓜董 另外罗三道曾经和一个叫江城的人同行 文听此言 肖元武也思索起来 罗家那丫头我知道 没什么战斗力 那江城是个什么人 文言 手下也是赶忙解释 那江城是个刚觉醒了神级生活系天赋的人 现在去了守夜人那边 还查到他和罗三道都报名了天骄营 不过现在这两人只是有嫌疑 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听到下属的话 肖北寒也冷笑了起 有嫌疑就是死罪 神级生活系吗 有点意思 既然他们报名了天骄营 那我就没必要特地跑一趟 三天后在天骄营里顺手杀了就是 与此同时的守夜人大本营中 在给我报名了三天后的天骄营后 季刚也难免担心起舞 虽然我给你报名了天骄营 但我还是不放心 为了以防万一 我在报名的人中给你找了个实力不错的萌营 西转丰王沐家的小公主沐寒丘 去之前 你陪她走一趟秘迹 既能升级还能提前搞搞关系 说着几书也一把抓住了我 听说这沐寒丘不仅长得倾国倾城 而且还跟你同岁 待会儿来了 你小子就给我使出美男级 争取一举拿下 就在我围着冒昧的家伙感到冒昧时 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敲响 在应了一声后 李老姨少也从门外走了进来 季刚 昨天我让李叔找你们借人走秘境 你不是不答应吗 今天怎么想通了 文言一把搂住我的同时 季刚也是难难开头 昨天不答应是因为我跟你爷爷赌气 今天答应是因为有个附加条件 那就是必须带上将军 对此沐寒丘确实一脸不悦 我免费贡献三十级秘境卷轴出来 你还要讲条件 对此季刚也是一步步退 大家各取所需罢 你们不也是因为秘境限制五十级以下进入 同时又想找战斗经验靠谱的人才找上我们了 文言穆罕丘也不再争论 反而走到了我的跟前 说吧 你什么战略 对此我也是直言不悔 十七级生活系 听到我所说 穆罕丘顿时就炸毛了 我去 十几级的菜鸟 还是垃圾生活系 这纯粹就是混子了 听到这黄毛丫头出言不逊 季刚也是瞬间暴怒 你说什么 小丫头骗子 进门不叫我季叔叔就算了 说话还不甘不敬 我家小陈那是神级天赋 还是双戏 你懂个屁 见此和穆罕丘同行的李叔 也是赶忙抱住了极高 老鸡啊 有话好好说 小丘他是刚被女朋友甩了 才分手的人吗 气不顺也是合情合理 不是臭你 听到李叔所说 身为啦啦的穆罕丘 瞬间小脸通火 防止李叔继续说下去 穆罕丘也是急忙转身 李叔 你少说两句吧 我同意 我同意就是了 时间飞逝 第二天 我也跟着段风一行来到了秘境所在 历境 美丽村庄 等级30 进入要求 最高5人 50级以下 通关条件 清除光明村中的怪物 斩杀Boss摧毁祭祀台 在成功抵达后 段风也提醒起我们 这次行动由我来带队 大家记住 如果不慎落单又遇到危险 就立刻返回传送市镇 虽然秘境变异的概率比较低 但如果有外音 所有人都立刻返回这里推出秘境 就在段风安排完一切后 一直看我不爽的穆罕丘也叮嘱起我 菜鸟 待会儿可别一进去 就铺垫喊娘 拖我们后组 对此我也懒得争辩 拳当路边的野狗犬废 视角一转 我们也开始逐步进入秘境 30级的秘境 不知道为何我总有一准不行的预感 开始了开始了 我守夜人的秘境之行 它终于开始了 顺着段风的带领 我们一行也进入了 光明村副本之中 村庄确实很美丽 但也没看见怪物 听到楚不浪的疑问 段风也发表了自己的猜测 四周没有任何躲藏的地理 那些怪物八成藏在民房里 我们一间一间搜过去 再来到山下的光明村后 为首的段风也安排起一切 不浪 你隐怪 抗怪 我输出 小柯奶 小陈你俩跟在后面 不要掉队 在琪琪回了一句事后 我们也迈不朝光明村内走去 可是在路过光明村门口的石碑时 段风再次叫停了大家 这石碑好像有点不对劲 大家小心点 文言身为光明系奶妈的云小柯 也察觉了一样 这村子有鼓让我厌恶的气息 应该是黑暗系一类的 随着进化的加持 我浑身的疲惫感顿时消失 这不好厉害 不仅让人头脑清明 就连敏捷和精力都提升了不少 不等我继续感慨 本是明亮的天空中 顿时就出现了乌鸦鸦的飞气 就在我们为此而感到疑惑之时 飞气汇聚的瞬间 直接就朝光明村门口的石碑冲了上去 眼见石碑上的自变红 段风急忙转身提醒起身后的重力 不对 快跑 立刻回传送时 这是变异 话音刚落 毕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 提示 三十级秘境美丽村庄发生变异 更名为死灵村庄 死灵村庄恶梦 通关条件 清除光明村中的死灵 斩杀BOSS 说明光明消散 黑暗战法 亡灵国度的大门 终将开启 随着提示的出现 我们也被传送到了光明村内的各种 好 死灵村庄 秘境从刚才的普通直接变异成噩梦级了 其他人也都被变异冲散了 想起段风出发前的话 我也逐渐冷静了想 三十级的噩梦级变异秘境 以我现在的等级 单打独斗太冒险 还是听断歌断话 先返回传送时 想着我也一脚踹开了我所处房间的大门 而当大门被我踹开 我的眼前也出现了诡异的影响 地面上铺满了棺材 头顶则满是被点亮的红灯梦 在棺材录的镜头正挂着一位老者的一项 都是棺材没有录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看向脚底的棺材 在看向之前的那副一项事 本是一脸正容的老者一项 突然变为了笑容 是错觉吗 这一项好像在冲我笑 就在我盯着眼前诡异至极的一项事 身旁的棺材突然嘎吱一醒 当我将目光转回棺材时 房间内所有的棺材 全部都在此时被掀开 而棺材内则走出了一群 疑似骷髅的亡灵怪物 死灵 等级三十级 技能 冲撞 砍杀 腐蚀 特性 免疫一般物理攻击 看到眼前的提示 我也是赶忙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我尼玛 免疫物理攻击 那我这毒岂不是对他们没用 不敢逗留化毒杖为烟雾 借助毒杖的遮挡 我也快速抽身朝屋外跑去 一跃来到房顶 我也看向了下方密密麻麻的死灵怪物 果然 毒也算物理攻击 对他们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对付这种东西还是要靠法师才行 我必须得想办法和小柯姐会合 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 几天没见的小九突然从我脑中钻了出来 主人 活活 想吃 大补 看着小九内部蒸汽的口水 我也疑惑至极 小九 你可以吃这些东西 可你的吃不也属于物理攻击吗 对此小九也只回答了短短的三个字 可以吃 听到小九这么说我也死马当活马一了 那好 你去试试 打不过别勉强 别带你跑路 开始了开始了 虫群们的暴食盛宴他终于开始了 在将希望寄托于小九后 小九直接一个剑步朝下方的死灵冲了上去 小九很厉害 他们是小九的食物 黑色闪光呈现 小九直接就在死灵群中猛冲了起来 所到之处死灵全部被咬穿 而在贯穿了数只死灵后 小九的脸上也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好吃 见到小九能对死灵造成伤害 我也恍然大悟 差点忘了 小九来自深渊 本质上其实和死灵一样 都属于黑暗系 小九在获得神次进化后 能成长为深渊之主 从本源上来讲完全高于这些死灵 有了这个推断 我也张开双手释放起自己的毒杖 既然能吃 那宠崽子们就都出来饱餐一顿 在将自己数千只九仗翅全部释放出来后 我也命令起他们 分散开 注意躲避人类视线 随着小九仗翅们的入场 场中的死灵们也沦落为了小九进化路上的食量 仅是一息之间 就有数十只死灵残死于小九仗翅的腹中 你的灵宠杀死三十几死 你获得五千零七点经验 小九反补能量 你获得两千三百零一点经验 恭喜升级 十七级升至十八级 各属性点加一 潜能点加十 这也太快了 短短几十秒 就获得了五十多万的经验 还升了一几 这秘境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说着我也看向了刚刚一项所在的屋子 现在可以去研究一下那个诡异的一项 来到一项的境界 没了任何笑容 一项上的老头满脸都写满的生不如死 见到这副表情 我也调侃了起来 兄弟 继续笑啊 你怎么不笑了 也就在此时小九也来到了我的身旁 主人 外面吃光光了 见到小九的到了 我也指向了一项 小九干得很好 来 你看看这个能吃吗 话音刚落 眼前的一项直接原地自保 而见到如此场景 我也急忙扭过了头 你吓死了三十五级精英死灵手 获得八千七百零一经验值 看着提示和地面上破碎的一项 我也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好家伙 直接被吓死 与此同时 光明分的另一点 身为此次队长的段风 也被数不尽的死灵给围了起来 长弓画刀 本是弓箭手的段风 也拿着长弓攻击起周围的死 幸好我有见长弓法器在身 不然根本对付不了这些死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尤其是小陈 他才十几级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可怎么向老大交代 想着的同时 一连数百道提示 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你的队友杀死三十级普通低级死 你获得四千一百三十三点经验 你的队友杀死三十五级精英死灵手 你获得八千零二十八点经验 看到这样的提示 段风也是满脸惊讶 边跑的同时他也猜测紧 这可是便于秘境 是谁在秒怪 不了 不可能 他的物理属性很被动 小柯 他是光明属性 倒是耐克制 但是绝对做不到秒杀 小陈就更不可能了 先不说等级低 无论是他的毒还是万物生长 对死灵都不会有作用 想到这段风突然瞪大了眼睛 难道是穆寒秋 他竟然这么强 有这样的能力还要和我们组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管怎样 既然对物理有人能秒怪 那我就有时间救人 小陈 坚持住啊 与此同时穆寒秋这边 被赋予众望的穆寒秋 已经被死灵抓得不成人了 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口 我不能死 我是唯一隐藏职业 我还要参加天交营 我还要振兴家族 可我就快没精力了 连本源技能速度都快发挥不了 我想要回家 我不想死 就在他马上就要倒下至极 眼前突然出现一堆死灵 没有直接来围堵他 这些死灵似乎都在逃命 这些死灵在逃 难道前面是刚才那个 能秒杀死灵的队友 就在他这样想着之时 一股恐怖的气息 突然从路口上来 察觉这气息可能是队友散发 穆寒秋也急忙朝那赶去 出事不力 短暂的愣神也让死灵抓住了机会 一把就将其按在了地上 而就在死灵即将对他行禽兽之举时 穆寒秋也使出仅存的力气 呼喊起重力 听到不远处的动静 收起小九的同时 我也走到了他的面前 见到来人数 穆寒秋也更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你 霸道小伙遇上傲娇复 这两者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就在刚刚 在穆寒秋马上就要被死灵无马分尸时 一直追着死灵跑的 我也悄然碰到了这一名 尽管不相信我的实力 不过穆寒秋还是将我 当成了最后救命的稻草 嘴中更是一个劲地喊着江辰救我 知道让这家伙出事守夜人 这边会出马 我直接就伸出手一把 抓住了他的胳膊 就在穆寒秋以为 我会和电影里 骑士救公主赴死之时 毫不怜香细语 我直接就将其一把扔了出去 躲远点 别在这碍事 重重地砸在地上 见我如此粗鲁的反应 爬起身子的同时 穆寒秋也看向了我 江辰 你别太过分了 话音戛然而止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这位富家小姐 吓愣在了原地 视角一转 此时的我毫不掩饰 控制着重群化为的毒杖 就开始了屠杀 毒杖所到之处 所有的死灵都在此时被融化 短短数秒间 刚刚还追着他的数百只死灵 就被腐蚀的一个不胜 见到如此场景 穆寒秋脸红的同时 小心脏也开始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这真是那个生活系的废物吗 既刚说他是双系 隐藏毒系 这难道才是真正的他吗 心跳好快 糟了我怕是中毒了 时间来到半小时后 段风也成功找到了楚布浪和云小柯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的楚布浪也骂了起来 他奶奶的 这死灵真够费劲的 对此段风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很奇怪 我出了那栋房子后就再也没遇见过死 文言云小柯也猜测起来 难道是因为穆寒秋的能力克制死灵 还是说他有什么密宝 不过这样的清怪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就在段风担心我的情况之时 云小柯突然伸出手指指向了旁边的巷 这边有战斗痕迹 应该刚结束没多久 这些都是死灵碎片 文言段风也是一惊 快找 小陈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们谁也担待不起 听到老大发话 楚布浪和云小柯也在街巷中寻找了起 穿过一处巷口 眼前的一幕也让段风和云小柯 看愣在了原地 此时的我正独自坐在巷子的台阶之上 而我身后的穆寒秋 正小心翼翼的为我捶着后脖 见到如此场景 三人也不敢贸然前进 别动 这太诡异了 堂堂风王的孙女 怎么可能像个仆人一样 给小陈锤背呢 那俩人很有可能是Boss变换出来 听到不远处的动静 停止闭目养神 我也抬眼看向了相导 眼见是段风挤人 我也是赶忙站起了身子 段哥你们来了 那祭坛和Boss就在这后面的院子 不等我继续说下去 三人也是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别动 先回答我的问题 见到三人想对我出手 穆寒秋也是立马张开双臂 挡在了我的身体 你们想对江城做什么 先过了我这关 见他这傻样 我也是顿岗的物 转而就将这家伙给推了回去 段哥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不是什么怪物 就是人格魅力稍微大了点 不信啊 我们的老大叫季刚 唐仪做的饭最好吃 文言 三人也是放下了戒备 转而关心起我 真是小陈啊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在回答大家没事的同时 趁我不注意 穆寒秋也偷偷默默挽住了我的手臂 已经不是头一次干这种吃豆腐的事 我转头就朝他呵斥起来 你给我老实点 别动手动脚 没有任何大小姐的家子 见我如此的男人 穆寒秋的脸颊也红了起 你别发火嘛 人家听话就是了 头一次见穆寒秋这样 三人也同时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真有你的 学不来学不来 出现了出现了 死灵村中的最终BOSS他终于出现了 在摆脱掉吃豆腐的穆寒秋后 我也带领着众人一脚踹开了BOSS房间的大门 随着大门被打开 一只体型庞大的死灵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死灵首领 挺接BOSS 等级四十级 见到这四十级的BOSS 段风也急忙站在了我们的身前 这可是四十级的BOSS 大家都小心点 我先去吸引他的注意 穆寒秋保护好小陈 小柯BOSS不要短 注意他的攻击 不让尽量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输出 一定要小心 这可不是开玩笑 就在段风安排完的同时 眼前的死灵首领突然移动了起来 眼见如此 我们五人也是急忙散开 不过就在我们以为大战即将开始之时 死灵首领突然朝我的方向跪了下 身体更是在此时开始了颤抖 见到如此场景 段风也是瞪大了眼睛 大姑娘做花叫 头一回啊 她这是在求饶吗 看出这可能是因为小九的原因 我也不再犹豫 直接就迈步朝死灵首领的方向走过去 你们都受伤了 这BOSS还是交给我吧 独障烟雾成现 我直接就将整个死灵给包裹在了其中 众人没了视野 我也没了孤寂 直接就将完全踢的小九给召唤了出来 小九吃饭 随着我意念传递 小九直接就朝跪地不起的死灵首领咬了上去 短短数秒过去一道提示窗也出现在了我的眼睛 你击杀了BOSS死灵首领 获得76690经验 你升级了 25级升至26级 各属性点加一并获得10点潜能 恭喜打败最终BOSS 通关死灵村庄秘籍 奖励结算中 见到死灵首领瞬间死亡 看到提示的同时 断峰也是震惊的五体投帝 BOSS就这样死亡 所以之前的死灵都是你秒杀的 可能是秒杀的过于快 为了隐藏住小九我也摸头下掰起 巧了 我的毒恰好能克制他 不等我说下去 一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断峰等级49 评价C级 楚不浪49级 评价D级 云小柯46级 评价D级 慕寒丘36级 评价E级 江城26级 评价3S级 死灵村庄30级噩梦通关评价3S级 全员奖励 死灵勋章 特殊道具 佩戴可抵挡一次必死攻击 以绑定 不可转让售卖 看到如此厉害的东西 三位前辈也是齐齐地朝我鞠了一躬 担任奖励的装备已经够丰盛了 竟然还有这么高级的团队奖励 老子从来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这波简直就是跟着小陈躺 谢谢小陈 在表示不用谢后 我也开始查看起此次的收获 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装备材料 我也不由得感叹起 不愧是30级的秘境 这暴率也太高了 光是这些装备的价值 恐怕都价值上映 说着我也看向了一件披风 暗舞披风 品质薄金 属性 敏捷加六十 特性 暗影隐身 主动 激发后可隐身三分钟 冷却时间两小时 可以隐身 这个使用 可以留着 其他的对我没太大用处 回去都卖了给虫仔子们买精血 他们这次吞噬值都长了不少 再喝些精血 应该就能二次繁殖了 画面一转 在离开秘境后 我们也回到了守夜人嘴部之中 听到断风说完秘境中发生的一切 季刚也不淡定 秘境变异了 江城征服了穆寒秋 江城带你们通关了秘境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察觉事情的严重性 季刚也吩咐起断风 你们先出去 我单独和小陈聊聊 待到断风一行走出办公室后 季刚的表情瞬间就严肃了起来 坦白从宽 也就骗骗断风他们 忽悠我不存在的 老实交代 你到底还隐瞒了什么 听到季刚的话 我也是哑口无言 糟了 难道虫族的事情要暴露 那可是远古天灾 世人若知道了 会放过我吗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经历死灵村庄一战后 听完断风的报告 守夜人统领季刚也对我展开了逼供 就在我以为小九会因此暴露在世人的眼前时 逆转刚才的严厉 季刚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大笑了起来 原来你小子也会紧张啊 杀便衣逆境的勇猛上哪去了 文言 满脸冷汗的同时 我的心脏也是狂跳不止 季书 你唬我呢 听到我的话 季刚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也不全是唬你 你如果现在不想说 季书也不会逼你 你手里底牌越多 季书就越高兴 以后啊 咱们守夜人还指望着你再创辉煌了 对此我也是一脸信誓旦旦 季书你就放心吧 别的不说 回头起码给您整一套史诗级装备 对此季刚也是大笑出声 臭小子 你的好一书心灵啊 一套史诗级装备可不是闹着网的 一拍自己的胸脯 我也看向了季刚 书 我认真的 在回答了一连三个好后 季刚也跟我说起了正手 小陈 你有底牌是好事 但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 手掌一动 季刚的手上也出现了一道传送空间 就在我疑惑季刚说的什么事实 一连三个被裹成木乃伊的人 也被他从冰箭中扔了出来 己书 这是什么 听到我的询问 季刚也从沙发上站起 这些家伙最低都是六十几以上的三整宗师 甚至还有两个九十几以上的四转大宗师 我怕你笑我 这里面任何人 你己书我都对付不了 我就是个收尸的 听到季刚的话 我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了三个木乃 难道这些都是想杀我 对此季刚也给出了准确的答案 你完全在想屁吃 这些人都是去杀木寒丘的 但都被他的护道者给秘密解决 文言我也是一过之急 这样啊 那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木寒丘呢 就在我询问的同时 季刚也递来了一份卷宗 大夏天骄猎杀榜 迎战 无敌后裔 京城战区 四十六级 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三份 第二 姬玄月 无敌后裔 魔都战区 四十六级 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三份 第三 江无敌 无敌后裔 江南战区 四十五级 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三份 第十二 肖北韩 郑国后裔 江南战区 四十一级 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两份 就在我一货大夏 怎么会有这种保单式 目光一扫 我也看见了肖北韩的名字 等等 肖北韩 郑国肖家 文言纪纲也是一脸肯定 对 这些都是和你同背的大夏顶级天交 肖北韩也是其中之一 届时他们也会分别参加八大战区的天交云 而肖北韩则和你同在江南战区 七转封王 八转郑国 九转无敌 大夏前一百名天交 最低的也是封王后裔 穆罕秋作为江南十二封王之一的后裔 也只能排在第七十七名 可即便如此 刺杀他的宗师也是数不胜数 但又都被其暗卫反杀了 可见其背后实力至强大 封王势力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肖家镇国呢 地回猎杀榜 我也难难开口 几书给我看这些 是想让我在天交营中不要过于张扬吗 文言纪纲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对 你展现的潜力越大 遭遇的危险也会阅读 不到万不得已时 千万不要贸然暴露 说着纪纲的脸色也逐渐低沉了下来 因为其天交营后都有大势力避骨 而你纪书我 虽然有个好老师 但学艺不经 到现在也只是个三转宗师 恐怕守护不好你 听完纪纲所说 我也在此时站到了他的身旁 纪书说的我都记住 在简单应了一声后 我也思索起来 纪书不仅没责怪我对他有所隐瞒 反而还这么用心的保护我 不等我继续在内心感叹 纪纲也摸着胡子思索起 话说你这次在秘境中的表现 如果传出去 榜单名次绝对高于沐寒丘 但奇怪的是 沐寒丘那丫头 竟然对所有人都只字未提 替你保守了秘密 说着纪纲也凑到了我的身旁 老实交代 你在秘境里把沐寒丘怎么 该不会 嘖嘖嘖 秘境中可都是死灵 你这小子 口味有点重了 百口难辨 察觉事情正在朝十八进的方向慢人 我也是急忙摆手离开了办公室 挤书 洗洗睡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来了来了 我虫族大军的二次反眼他终于来了 在离开守夜人回到自己所处的宿舍后 我也将装备卖掉换来的精血 全部扑在了桌子之上 三阶精血三十三份 四阶精血十四份 这些应该够虫崽子们反眼二代 说着我直接拿起一瓶精血 朝自己手背上的虫巢道具 虫崽子们吃饭了 先吃点三阶精血开开胃 这可是相当于人类六十几以上的三阵宗师 一贯要猎杀上百只凶兽才能提炼主 你爹我可是下了血 在倒完整整一瓶精血后 被食物香气所吸引的小九也从我的身体中钻了出来 主人 小九也想吃 对此我也是一脸为难 你就先别吃了 你离下次反眼还早的呢 听到爹爹这样说 小九也不乐意了 揪住我的头发就开始失声痛哭起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手心手背都是肉 实在受不了了 我直接将小九抓起扔到了铺满精血的桌子上 吃 你也去吃 再回答了一句主人最好后 小九直接就抱住了一瓶四阶精血 在处理好小九后 我也再次往重逃中灌入起精血 接下来是四阶精血 相当于人类九十几以上的四转大增湿 随着精血的不断灌入 一则提示也在我的眼前浮现 九杖赤子带开始繁殖 繁衍数目 每次可繁衍四十到六十只 繁衍时间 神次进化加速繁衍中 时间飞逝 九杖赤子带繁殖完毕 繁衍数目十万只 随着重足的增加 独障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急速从我手被散除 尝试压制 这样的举动也适得欺负 独障愈演愈烈 瞬间就充斥了整个房间 眼见再这样下去会形成灾难 我也是骂骂咧咧开口 这特么是我家 吃饱了就开始造反了你们 说着我也将手给再次举了起 都特么给我滚回重巢老师待着 没老子的命令你们不许出来 好在这些九杖赤还存在着敬畏之心 在听到我的怒吼后 一个个也是乖乖的回到了重巢之中 不过呢 我的家也在刚刚独障爆发的瞬间被吃得面目全非 我去 这些拆家的玩意儿果真恐怖如斯啊 越想越气 我也看向了正在舔瓶子的小九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也不知道管管你自己的这些熊孩子 小插曲结束 我也看向了自己的系统面本 姓名将尘 等级二十六级 身份虫族主宰 职业 神级玉灵师 天赋 万物生长 神次进化 万物祖术 母虫小九 二十一级 九丈赤 天灾集 紫带 九丈赤 十万只 战力评价一百九十七星 战力一百九十七星 这未免也提升得太快了 都快赶上一般的三转宗师了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明天的天骄营完 一举升到三十级完成二者 到了那时我就可以获得一只新的母 就在我安排着这几天的任务时 此时的守夜人总部中唐一正满有惊讶 找你老师天刀王出面 小陈的事 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对此季刚也难得沉稳 以防万一吧 先不说他会在江南战区 遇上肖家天骄肖北寒 更严重的是 天骄营没有什么秘密能瞒下来 而小陈身上有让我们感到惊悚的东西 我担心他那个毒气 其实是禁忌 听到老大所说 唐一的面色也暗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你可别笑我 自从六百年前吞噬者造成动革 大厦诞生禁忌职业以来 毕竟发现可都是直接抹杀 如果小陈真是禁忌职业 在觉醒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 我觉得你就是疑神疑鬼 对此季刚也是面如死灰 但愿如你所说 是我疑神疑鬼吧 开始了开始了 我的天骄营之行 他终于要开始了 顺着季刚给出的地图 我也不出所料的迷路在了丛林之中 可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一道略显苍老的救命声 突然自我不远处响起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我也来到了一棵数十米高的树下 当我来到树下抬头看去 此时树上正挂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白发老头 见到我的到来 白发老头也是重拾希望 小伙子 救命啊 我恐高 虽然有些无语 不过出于好心 我还是发动了万物生长 随着我的技能发出 一根根粗壮的藤蔓瞬间拔地而起 直接就朝树上的野生老头卷了上去 在成功将老头救下后 老头也如释重负 直接就半跪在了地上 可吓死我了 本想掏个鸟窝 谁能想到那鸟窝看着不高 上去居然这么高 听到老头所说 我也倍感无语 恐高还爬树去掏鸟窝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丸头吗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白发老头也停止颤抖 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小伙子 你今天救了我 说吧 想要我怎么报答你 抱着事实的想法 我也询问起眼前的老爷子 你认识天交营的路怎么走吗 听到我的询问 白发老头也满脸笑嘻嘻地走到了我的前方 正好我也要去那边办点事 你小子跟我走吧 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在出声谢过老爷子一声后 我也顺着老爷子的步伐朝森林外走去 一路上看着老爷子身后的长刀 我也不发有些疑惑 话说老爷子 你也是转职者吗 为啥不把刀放进储物空间呢 听到我的询问 老者的脸上也出现了一抹宝金风霜的笑容 我不是转职者 只是个练刀的 我当年啊 没那个天赋 转职失败后 莫爬滚打近十年 就连城里的厕所都买不起 当时我万念俱灰 就跑进山里寻死 结果发现个老猎户遗留的小屋 还有我身后的这把刀 于是呢 我就每天在山里练刀 拔刀练了二十年 劈刀练了三十年 忽然我就开窍了 小家伙 你说神不神奇 在银河地回应了一句神奇后 老爷子也将目光投向了我 那你愿意跟我练刀吗 老头我只会一招 说着他就将手握在了刀柄之上 可能是察觉自己过于激动老头 也是急忙改口 我好像有点太心情了 等你何时想学了可以来找我 不等老爷子继续说下去 我的目光也投向了不远处 老爷子快看 前面就是天娇营了 话音刚落 当我回身看去 身后早已空无一人 人哪 这老头也太奇怪了吧 没有继续逗留 我也来到了天娇营之中 此时天娇营的上空 正有武装直升机不间断的巡逻 而整座营地的四周 更是充满了军人 唯一的入口处 则排起了数十米长的队伍 要入营的天娇 先来这边排队报道 领取身份手环 除非被逃退 否则不可取下手环 五十年摩一剑 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顽童 其真实身份 竟然是名震大下的天刀王 时间来到十几分钟前 在我领取身份手环 进入天娇营后 没走出几步 两道靓丽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恩人 主人 没错 来人正是许久未见的 罗三道和穆罕秋 听到两人别具一格的称呼 我也是当场实话在了原地 这都什么鬼 恩人也就算了 这主人是怎么回事 见到对方的目标是我 罗三道和穆罕秋的目光 也在此时彻底对上 旧爱罗三道 变态穆罕秋 听到旧爱这个称呼 罗三道也是骂骂咧咧开口 谁是你的旧爱 都劝过你多少次了 让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板和想说 省得一银闺蜜 对此穆罕秋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的 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现在才真正知道了 什么是心动的感觉 你根本什么都不是 文言罗三道却是直接不屑开口 那你还死皮带脸的跟着我干嘛 完全没有理会 穆罕秋直接就掉在了我的肩膀之上 跟着你 别自作多情了好吗 我说的主人是江城 剑柏和穆罕秋突然转姓罗三道 也大笑了起来 我早就说你了不是 现在应验了吧 对此穆罕秋却是扭扭捏捏 可他真的很让人心动 见闺蜜终于开始将姓取向转向男人 罗三道也是一把搂住了他 那现在我们又是好闺蜜 对此一位在罗三道怀里的穆罕秋 却是小脸痛苦 我感觉我们现在既是闺蜜又是情敌 只能算敌敌吧 看着这俩人没羞没臊 我也是无语至极 这些小姑娘一天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东西 不等我内心骂下去 剧烈的响声突然自我们不远处响起 停止吸骂 我们三人也齐齐头去了目光 那边出事了 好像有人在打架 不等两女上前查看 一位身着军装的壮硕教官突然从我面前闪过 露起袖子就朝爆炸的地方走去 还没入营就打架 找死吗 感受到此人散发的威压 我也不由得暗自心惊 巡逻教官而已 这实力都有三转宗师的水平了吧 不等我继续想下去 巡逻教官突然如炮弹一般被崩了回来 在飞了足足数米之后 三转的教官直接就被镶在了地面之中 草 快通知上面 那几个是变态 说完他就没了半点反应 三转宗师竟然一秒被打斗气流冲飞出去 这打架的到底是什么人 听到罗三道的询问 穆罕秋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还能是什么人 就是江南战区那几个拔尖的北 那个短发女叫唐颖 刺客戏 实力极其可怕 是天机楼最年轻的金牌杀手 据说不久刚在樱花国刺杀了一名刺转大宗师 浑身散发血色刚气的那个叫白峰 人称小沙神 是东海防线总指挥的徒弟 军区最璀璨的天雕种子 但他好像有什么心理问题 很容易走火入魔 拿剑的那个蓝毛叫肖北海 爷爷是大夏七镇国之一 职业清廉剑线 可媲美神级 听到穆罕秋最后介绍的人 罗三道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这狗贼我认识 他手里那把史诗级常见 就是在我家抢的 就在他说着的同时 我们俩的目光也齐齐朝战斗的中心看去 这三人合力围攻的是谁 也就在此时 董哥穆罕秋的声音再次响起 无敌后裔 江无双 据说是三系职业 并且都是唯一隐藏职业 这实力明显强的离谱 另外三人合力都打不赢了 听完穆罕秋所说 我也在原地思索起来 江无双 这身影突然从天而降 眼见这家伙手握长剑朝我们这边落下 一手抓一个 我直接就将两女拉离了攻击的落地 长剑插地 在足足滑出数米后 肖北寒也停下了狂退不止的脚 这拳风竟然能把我吹飞 不赖吗 江无双 从地上站起 肖北寒的目光也聚焦在了离他最近的我身上 江晨 听说肖元武就死在你的手上 说着他也将长剑对准过我 虽然我也很看不上那个废物 但你今天也得死 本想着先干掉江无双 再搭理你这种模拟 既然有缘就先攒了你吧 听到如此嚣张的话 我的周深顿时就出现了磅礴的独掌 就算实力不同 肖家的骨子里还真是一样的烂 虽然答应了几书 但现在这个情况也没什么更好的案 就在我们即将动手之际 一道尖锐的刀芒声突然响起 只是瞬间 一道恐怖的刀芒直接就从我二人之间划过 差那间我们的面前就出现了一道足有一米宽的裂子 都让开 总教官天刀王来了 听到天刀王三个子 肖北韩也持续地收起了长剑 也就在此时 一道还算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们的不远处响起 正是开营前 谁再敢惹是生非 先问问老夫手里的这把刀 见到不久前还挂在树上的老头 突然以天刀王的身份站在我的眼前 我的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 仅是一抹刀器就震得四大天骄动弹不得 我那些虫崽子也险些被震碎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刀王吗 出现了出现了 此次天刀营的总教官天刀王他终于出现了 见到总指挥的出现 副指挥官杨广也是如实汇报起天刀营的情况 顾前辈 三百名天刀都到齐了 请您准备上台主持开营仪式 听完下属的话 天刀王也是缓缓走向了高台 见到是明镇大厦的天刀王前辈 全场天刀顿时议论了起来 江南战区这么多借天刀营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封王级人物来坐镇的 天刀王果然名不虚传 就算是站在后面几十米 天刀王一到契机就能把我们锁死 老爷子不是说隐士而居了吗 如今怎么肯出山的 我刚听教官们私下说 这次是老爷子主动请营的 难不成老爷子是想收毒 和下方的天刀们想的一样 在看见天刀王后 几名出类拔萃的天刀也是在内心中暗自嘀咕了几 终于见到活传说了 开营后我一定要击败江无双给老爷子留下个好印象 而四人中唯有江无双的眼神最为炽热 满脸都是充满了对天刀王的仰慕之色 竟然把这位请来了 这次我一定能败事成功 就和在场的各位天娇一样 此时罗三道和穆罕秋也是异常激动 见到两女也是这样的表情 对天刀王一无所知的 我也伸出手指指向了天刀王的方向 你们俩都认识这位厉害的老爷子吗 文言 罗三道也是满脸憧憬 那是当然 我从小就听他的传奇故事 他老人家不是转职者 却能力压移众七转封王 成为郑国之下第一封王的存在 实力更是能媲美八转郑国 曾经一刀屠龙 听到罗三道的话 穆罕秋也是凑了过来 虽然同为封王级别 但天刀王前辈是我爷爷最敬重的存在 爷爷曾经让我拜他为师 奈何被前辈婉拒了 我本来很沮丧的 但后来听说很多郑国和无敌后裔 也都被拒之门外 我也就失认了 想起不久前森林中发生的事 我也瞪大了眼睛 你们确定跟他拜师很难 听到我的询问 穆罕秋也是急忙出声应答 主人说笑了 据我所知 姜无双和白风他们都被刀神前辈拒绝过 你刚才也看见姜无双他们的实力了 可想而知拜他为师有多呢 对此罗三道也给予了肯定 恩人 你可能有所不知 老爷子这一生就只收过两个组地 还都是二十几年前的少 听完两人的话我也如若梦卷 想起之前老爷子询问 我是否要跟着他练刀的 我也开始怀疑起人生 大家嘴里的天刀王 真是那个上述掏鸟窝 被挂在树上的怪老头吗 这感觉都不是一个人好吗 与此同时 走到台上的天刀王在轻壳一声后 也是缓缓开口 我是这次天交营的总教官顾开天 众所周知 咱们江南战区天交营这几年一直拉垮 就是因为这里的战斗都是花架子 在这里不敢拼命 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 只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世界变异越来越多 越来越快 我们需要更多能实战的天交 所以 为了更好的展现和发挥天交的实力 为了更好的选拔 今年江南战区天交营我定了一个新规则 死亡指标 听到这话杨广也是满脸惊恶 顾前辈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天刀王直接就打断道 这里我说了算 出了事我担着 听到如此坚定的发言 杨广也是汗如雨下 死亡指标 这之前上面都没提过呀 历届天交营也从没有过 下面可都是有权有势的天交 这么搞怕不是要翻天了 就在他这样想着之时 天刀王也是再次开口 每轮考核可以给我死时的 现在想退出的可以走 文言杨广也瞪大了眼睛 和杨广此时的心境一样 某些不自信的天交也是犹豫不决 虽然很可怕 但也不能退 不然整个家族都要被定在耻辱柱上 但是我也不想死 比起身后议论纷纷的天交 江无双则是跃跃欲试 不愧是天刀王前辈 江南战区天交营早该如此行事 与此同时的另一面 肖北韩的目光也瞥向了我这边 这条规则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待会儿开营 我就能先给老爷子完成两个指标了 可肖北韩想的如出一指 有了这个指标 就算后面冲出升级 万一我把肖北韩杀了 记述他们也不用太担心 时时没见有人退远 台上的天刀王也笑了起 很好 莫人退场 看来大家心里都还有点傲气 既然如此 我宣布 入营考核正式开始 首轮三百人 淘汰一半 整个营地里随机藏着150枚晋级棋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 第二天早上六点结算 有棋者晋级 说着天刀王也拔出了身后的长刀 放心大胆的打 放心大胆的杀 单枪匹马也好 合纵连横也拔 就算你们把这个营地拆了都行 总之 让我看到你们的血血 现在解散 考核正式开始 开始了开始了 有着死亡指标的天骄营考核 它终于开始了 随着天刀王的话音落下 整个天骄营顿时乱作一团 所有的天骄们 全部都在此时一窝蜂地冲向了营地之中 快跑 我们这种实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棋子藏起来 三人走了过来 为了不脱位身后的二人 我也吩咐起他们 你们俩先去附近找晋级棋 我来对付萧北韩 见此穆罕秋还打算说什么 不过我直接就打断了他 快去 这是命令 听到我的话两人也不再逗留 纷纷朝天骄营中赶去 见就我一人留下 萧北韩也笑了起 就你这二转还不到的菜鸡 还在这成英雄 对此我也是一脸不信 萧北韩的剑气确实很强 跟萧元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虽然我也比那时变强了很多 废话真多 对此萧北韩也是十分赞成 是啊 我跟死人吹什么话 说着一件当初 一道剑芒瞬间就朝我的方向劈了过来 就在我准备发力抵挡这一击时 一连树枝飞镖成线 静直就朝剑芒射了过去 剑芒应声而碎 而我也是满脸迷茫 视角一转 来人正是天机楼金牌杀手唐颖 面对唐颖的搅局 萧北韩也是一脸不悦 怒气冲冲的就质问起他 唐颖 你什么意思 对此唐颖也是怒气冲冲的凑到了 萧北韩的身前 萧北韩 你怕不是忘了白风咱们三个的约定了吗 说好尽天骄营先联手干掉江无双 你却屡次三番拖团忙些鸡毛蒜皮的事 你莫不是故意拿这些糖色 实则是怕了江无双吗 听到这话 萧北韩瞬间狂暴 你这么说我怕谁 江无双在哪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干完再解决这些杂碎也不吃 见到这家火中的激将马 唐颖也是急忙带起了路 往那边树林去了 白风跟着呢 就等我们俩了 见萧北韩就这样被带走了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 我也是独自站在风中凌乱 这事情还真是峰回路转的 话说这唐颖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 感觉他在犹豫帮我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唐颖突然转头向我长得眨眼 顺便还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见此我也是一愣 还真是帮我的 可为什么呀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 莫非是因为我长得太帅 跟我想的完全没任何关系 唐颖其实是唐颈的亲侄女 在前往天骄营之前 唐颖就找上了自己的这个侄女 拜托他在天骄营中暗自照应一下 可是单凭他自己的实力 根本没法和萧北韩硬刚 只能借将无双之名 尽量拖一拖 与此同时 在走了没多久后 一位身穿黑衣的男子 突然单膝跪在了萧北韩的面前 此人是六转尊者的后裔黄永超 见到萧北韩出现 黄永超也自爆起家门 萧少爷 我爹是萧老郑国的属下 这三枚晋级棋是孝敬赢的 对此萧北韩却是一脸不屑 我不需要 如果你真想孝敬我 就替我办件事 听到萧少主的话 黄永超也是赶忙应答 少主 属下院校全马之劳 见到萧北韩有这样的属下 唐颖也默默滑下一滴冷汗 糟糕了 江城这次就得靠你自己解决了 但愿沐寒丘和罗三道能复得住你 与此同时 在找到两张晋级棋之后 罗三道也是赶到了我们聚集的地方 剑道就两张 我也往往开口 你们俩先拿着吧 我再去别的地方找一找 就在我们三人准备再去寻找竞技骑士 一道箭矢突然朝我们的方向飙射而已 高喊一声小心 我也抓住了摆在我们之间的木桌 丝毫不敢犹豫 我直接就将桌子朝空中的箭矢扔了上去 仅是接触的瞬间 木桌直接就被积了个粉碎 见此沐寒丘也急忙掏出血色双刀挡在了我的身体 身为防御系的罗三道则躲到了我的身后 什么人 来夺齐的吗 文言 黄永强也从空中一跃而下 拿起长弓就再次蓄力起攻击 不夺齐 夺命 见到此人的到了 罗三道也是急忙开口 黄永超 隐藏职业逐日之急宴射神 三十九级 老爹是六转尊坠 萧正国的水下 不知道我的大帝之盾能不能倒下他这一击 手指一松 饱含烈焰之力的箭矢瞬间就朝我们三人所处的方向射了关 在交代两女让开后 滔天的独障瞬间从我的手背之中涌现了出来 其他的我都能忍 但你要杀我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毕竟老爷子的死亡指标总得需要人来完成 出现了出现了 天骄营中守卫不知死活的少年他终于出现了 面对黄永超三番五次的攻击我也没有惯着他 发动独障就朝他的方向涌上去 毫无防备之下独障很快就蔓延到了黄永超的身上 而见到这诡异的独障 黄永超也被吓得瞪大了眼睛 独障 消息上不是说他是生活系吗 兄弟们都别藏了 过来一起上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恐怖的独障顿时将黄永超吞没 就连他手中的长弓都没能逃过独障的服饰 阵阵刺耳的惨叫传出 不远处看到如此场景的小弟们顿时吓得落荒而逃 隐藏独障太可怕了 快撤 黄永超超远程射手都对付不了 更何况我们近战兴呢 幸亏我们逃得快 不然肯定做炮灰了 与此同时 天交营的监控室中 目睹我击杀黄永超全过程的杨广也是瞪大了眼睛 神级生活系加唯一隐藏毒系 这么快就秒杀了一个二转天交 这个江城逆天了呀 楚江市守夜人那边竟然没有上报 就在杨广这样想着之时 站在他身前的天刀望眼黄黄开口 杨广 去通报吧 另外再调几个空间系的大宗室过来 紧急时刻随时转 以防这些狼仔子们杀得太 听到总教官的话 杨广也急忙答应 紧接着就转身朝监控室外走去 趁老爷子没改口之前赶紧走 省得天交们真大开杀戒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杨广这样想着之时 天刀望的声音再次响起 等等 听到这话杨广也是赶忙转身 完了完了 老爷子该不会是仿魂了 就在杨广内心忐忑不安之时 摸了摸胡子天刀望也是喃喃开口 准备十之三阶巅峰凶兽 分开头发 凶兽身上安放青云旗 听到老爷子的话 杨广也是转微微喜 与此同时的天交营内 经历三百个回合的大战 三人阻论是没伤到江无双一根寒帽 而为首的白风更是已经负伤严重 见到这三人就这点实力 江无双也是一脸不屑的开口 都说了 你们仨家一起也打不赢我 这是非逼我出手杀你们吗 再说了就算真赢了 你们难道觉得很光彩吗 听到这话一把抽出常见的同时 肖北寒也是难难开口 虽然以多七少赢了也不光彩 但架不住跟其他人打实在没意思 就在三人准备再次对江无双出手之际 一道声音突然自天交营的营地广播响起 通知编号091 黄勇超身亡淘汰 淘汰者 江辰 听到这则消息肖北寒的面色瞬间就垮下了 黄勇超虽然实力一般 但好歹是个不错的二者 在这个天交营里至少也能排在前五十 比之肖元武也强不少 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被秒杀了 可肖元武同样震惊的还有唐颖 这不对啊 姑姑跟我说这个江辰就是个二十六级的生活系 他是怎么做到秒杀三十九级战斗戏的 换做事我也未必能这么快秒杀黄勇超嘛 就在两人想着之时 被堵在中间的江无双也缓缓开口 你们看 还有高手 不去会会吗 话音戛然而止 天交营的广播再次响起 通知 石头三接巅峰凶兽将分别投放 身上各自携带三枚青云旗 持有青云旗者将获得排名权重 最终排名前十皆可获得奖励 第一名奖励仪 语者递减一千万 郭报刚刚结束 三人的身影瞬间消失 整个场地中也只剩下了江无双一人 看来天刀王给了咱们新玩具 也好 要笔就拿青云旗笔吧 来了来了 天交营的豪华奖励他终于来了 听到广播播报的排名奖励 我的整个人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才刚入营考核 第一名就奖励一 这天交营未免也太阔了吧 如果能拿下入营第一 再加上其他资源 岂不是很快就能再次反映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我们一旁的屋 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之时 一只巨大的狼形凶兽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 这就是三阶巅峰的凶兽吗 听到我的话 沐寒秋也赶忙叮嘱起我们 大家小心 他可是相当于八十到九十级的三转宗师 看着四只微微颤抖的凶兽 罗三道也是若有所思 恩人 这凶兽好像还在麻痹状态 咱们要不要趁现在解决了他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召唤独障的同时 我一个剑步就冲向了狼形凶兽 不过就在我准备对他下手之际 一道剑王突然从天而降 起攻击的目标正是即将对凶兽动手的我 反应及时 我也是急忙退回了先前的位置 谁 听到我的话 萧北寒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狼形凶兽的头顶之上 江辰你可以 不仅秒杀了黄永超 现在还敢抢青云旗 我之前怕是小瞧你了 看来今天非得先解决了你不可 面对萧家这群胡作非为的家伙 我懒得与其变博 直接就控制着独障卷向了萧北寒的方向 萧北寒也不敢谢他 抽剑的瞬间 直接就释放了一招天地风龙斩 剑王成羡 朝他永去的独障顿时被一分为二 见到如此诡异的独障 萧北寒也不由得高看了我几分 难怪你这么猖狂 原来还有个隐藏独戏 都说独戏难成 但在我的剑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见到我的独障无法近身一旁的穆寒丘也是满脸紧张 糟了 强风能克制独戏 主人有危险 我们得去帮忙 一把按住准备上前的穆寒丘 罗三道也叮嘱起他 别恩人的独不是一般的独 咱们去了只会添乱 与此同时 战场中的我也将重巢内的独障全部召唤了出来 漫天的独障呈现 一只暗紫色的巨龙也在此时被独障所换化了出来 毒物画龙 巨龙张开大嘴就咬向了萧北寒的所在 而见到如此场景 萧北寒也不再虚张声势 直接就将长剑给举到了眼前 这独障昏不散吗 那就为双指滑剑而过 一颗巨大的青莲突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净重 青莲剑仙 随着剑招的发出 巨大的青莲直接将毒杖化为的巨龙给吸入了身体之中 看我的剑气怎么把你的毒杖耗光 听到这话 我也是淡淡一笑 不得不说有你的剑气遮挡事情 吞起来反倒更方便 与此同时的青莲剑气之中 化为毒杖的小九正疯狂地吞噬着青莲的剑气 吞噬值一千一千的涨 在将内部的剑气吞噬的所剩无几后 毒杖突然从青莲内部爆发 包裹在四周的青莲叶片全部都在此时被一疯而死 攻击直奔萧北寒前去 恐怖的毒杖瞬间就将萧北寒给掀翻 口中血流不止 萧北寒也是满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什么毒竟然可以湮灭剑气 根本不和他多废口舌 毒物化龙 毒龙直奔萧原武而去 不过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之时 熟悉的红色命运护盾突然亮起 攻击直接就被抵消了下来 底牌呈现 此时的萧北寒也再次嚣张了起 看来你的毒破不了我的命 那你就死定了 对此我也犯起了危难 萧家这属事没开二朵 可惜了 这战场上到处是监控 我不能让虫宰子们直接现原形 视角一转我也看向了身后的罗三道 罗三道 给我弄个不透明的大地之盾 罩住这个场地 做得到吗 听到我的话 在表达可以事实后 罗三道直接就发动了自己的大地防护之盾 巨大的护盾呈现 只是瞬间就将我们所处的空地彻底笼罩在内 见到这么一样的操作 萧北寒也是摸不着头脑 你在搞什么鬼 对此我却是一脸杀奇的召唤出了毒账 并看向了他 萧北寒你要不猜猜萧元武是怎么死的 出现了出现了 小九锤命运护照的场景 他终于出现了 听到我让他猜萧元武的死讯 身体亡八壳的萧北寒也是满脸不屑 你竟然拿那个废物的垃圾命运和我的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对此我也是呵呵一笑 你竟然拿现在的我和之前的我 你才是真的天真的 不再多余 人形态下的小九突然从我的身后被凝聚了出来 小九 给我捶抱他 听到我的命令 身边围绕毒账的小九突然就猛冲向了萧北寒的锁子 见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女子萧北寒也是一惊 这是什么 完全没有理会他 小九直接就对萧北寒的命运步骤展开了攻击 而萧北寒也没有坐以待避 拿起长剑就开始与萧九展开了对抗 当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而见到毫无破碎迹象的护盾和围绕在萧北寒周围的丝丝剑气 本是稳如老狗的我也不禁滑落一滴冷汗 剑气护体吗 想不到萧北寒到现在还有这种实力 也就在此时 一旁倒地不起的狼形凶兽突然起身朝小九和萧北寒的锁在扑咬上去 见到他的出现 萧北寒和小九七七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这只实力堪比三转宗师的狼形凶兽 见到如此场景 我也不敢耽搁 直接就将毒杖全部释放了出来 凶兽也醒了 只能全面开大 刚这样想着 一连两只毒物化为的独龙就出现在了整个广场之中 俯视萧北寒的剑气 掩护小九 虫崽子们 上好的凶兽肉 仙道仙德 听到我的命名 两只独龙也分别对上了自己的对手 刚接触没多久 一直围绕在萧北寒四周的护体剑气也被俯视殆尽 而见到没了威胁小九也跃跃欲势地走向了萧北寒 糟了 剑气都被腐蚀了 没办法打出伤害了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虽说有着三转宗师的实力 可是在面对虚无缥缈的独障之时 狼行凶兽也只能无奈挨打 听着凶兽的阵阵惨喉 小九也开始对命运展开猛烈的攻势 咚咚咚的声音回荡在大地之盾之中 而见到硬抗小九数十轮攻击的命运不断 我也不乏有些愣神 看来这萧正国对孙子们还真是厚此国比 萧北寒的命运确实比萧远武的结实很多 不过就算在结实 小九捶爆他也只是时间问题 假如之前需要三秒 现在则最多需要三分钟 刚这么想着 在小九的不断轰击下 萧北寒的命运护盾上也出现了道道清晰可见的裂痕 而见到自己的命运护盾已经有破碎的趋势 萧北寒也开始不淡定 与此同时的教官监控失踪 看着眼前完全被遮挡了战场 杨广也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糟了 萧北寒刚刚貌似落入了下风 现在江城屏蔽了监控 萧北寒该不会出事吧 方承远 精神探查 各情况不对 立刻转移 听到杨广的话 一名空间系四转大宗师也走上了 是 副总教官 见到杨广的举动 慵懒躺在沙发上的顾开天也缓缓开口 怎么 郑国的孙子伤不得 死不得 听到这话 杨广也转过了身子 顾前辈 话虽如此 但若真伤了死了之后呢 您真的做好了和萧正国一战的准备了吗 咱们江南战区段司令知道吗 虽然您下令禁止天交营内一切消息外邪 但一旦结束 外面总会知道的 听到杨广的话 顾开天也是一阵无言 萧北寒的实力算是拔尖的 江城真的有可能杀得了他们 还有江城这小子让人弄个罩子是想干什么 出现了出现了 此次天交营最强黑马他终于出现了 视角来到广场之中 经过虫崽子们的不断腐蚀 狼形凶兽在惨叫一声后 也重重的砸倒在地 这凶兽虽然很厉害 但对上我的虫子 属实是碰到克星了呀 与此同时经过不断的轰击 萧北寒命运护盾上的裂痕 也是越发多了起来 而见到如此恐怖的场景 萧北寒也开始慌了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的命运护盾怎么可能会被打成这样 看着已经支离破碎的护盾 我也在一旁静静等待起来 萧北寒这边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就在我这样说着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护照之中响起 小家伙 别玩得太过火 空间系大宗师方程远难以 听到这个声音 我的瞳孔顿时猛缩 糟了 有空间系的教官在传音警告 我必须速战速决 不然肯定会暴露 想着我直接就将准备继续攻击的小九给收了回来 一只自暴破除命运 其余化毒 随着我的意念移动 一只九仗翅突然显现真身来到了命运护盾的跟前 见到眼前巨大的诡异重组 肖北寒也是再次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 不等他询问下去 小九仗翅自爆的能量四散开来 爆炸瞬间就笼罩了命运护盾 经过之前不断的攻击命运护盾已经支力破碎 而小九仗翅释放的能量几乎瞬间就击穿了围绕在肖北寒四周的命运护盾 爆炸远不止此 恐怖的蘑菇云直接就在大地之盾的内部升起 眨眼之间大地之盾就被轰了个粉碎 受到技能的反噬 罗三道也在此时陷入了昏幕 见到自己的好闺蜜摇摇欲坠 穆罕秋也是赶忙将罗三道扶住 时间飞逝 带到爆炸中心掀起的烟尘散去 地上除了狼行凶兽身上的三枚青云旗和肖北寒握住长剑的一条手臂外 已经没了任何人的身影 捡起地上掉落的长剑 意犹未尽的我也是缓缓开口 只留了一条胳膊 还是被大宗师就走了吗 算了算了 这条胳膊就当利息了 有机会再收回本机 三道 你家的剑拿好 说着我就将长剑扔给了恢复如初的罗三道 在谢过一声后 穆罕秋也将凶兽身上携带的青云旗给拿了过来 主人 三枚青云旗 你已经进入前世了 对此我也是毫不贪功 咱们三人一人一枚吧 听到我的提 两女也是笑了起来 我有剑就够了 听到三道的话 穆罕秋也是一样的想法 我也不要 主人你多拿些 我想看你力压将无双夺得第一女 就在我们沉浸在击败强敌的喜悦中时 此时的监控室中杨广大发雷霆 方承远 你怎么做事的 为什么没能及时转移萧北海 面对上司的问子 方承远也是满脸苦涩 我也不想了 那毒物太猛了 我的精神力刚探过去 什么都没看清就被腐蚀了 紧接着就听到一声爆炸 再说权力转移已经晚了 听到这话 杨广也是满脸飞泻 这怎么可能 毒怎么可能腐蚀精神 你休要推脱责任 见到这家伙没完没了 天刀网也怒了 闭嘴 杨广 见到总教官发话 杨广也是立马老实 杨广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卡在五转巅峰吗 就是因为你屈炎覆势 过不了问心那一关 刚才你说郑国大将后果之内 我都懒得搭理你 说着天刀网的面色突然坚毅了起来 现在我告诉你 老子敢做就敢当后果 地窟战场上 九转无敌都可以战死 他区区一个萧北韩算什么东西 见到天刀网这样 杨广还是犹豫不决 可是 前辈 先不说萧正国 就是段司令那边 不等他说下去 天刀网突然转身走向了门外 你们先营内通报 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明早六点入营考核结束前 不许任何淘汰者出营 包括萧北韩 我先去江南战区司令部 听到天刀网的话 杨广也没了步路 通知 入营编号003萧北韩淘汰 淘汰者 江城 听到这则播报 全场考生哗然 什么 萧北韩被淘汰 郑国大将的嫡孙 我没听错吧 与此同时 刚刚才合力击杀一只野猪凶兽的 唐颖和白蜂也适宜了 江城淘汰萧北韩 这怎么可能 此时天交迎的另一边 韩西坐在一只狮子凶兽 尸体上的江无双也是笑了起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察觉了察觉了 毒杖是酒杖吃的事情 终于还是被外界察觉了 此时江南战区的总司令办公室中 缓缓沁上一杯茶的同时 江南战区总司令段星海 也是缓缓开口 老顾 你这么紧急上门 是发现什么好苗子了吗 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在打了一个响指的同时 一股无形的灵气 突然从顾开天的手指至上四散而出 近照呈现 只是瞬间就将总司令的办公室 给笼罩在内 彻底隔绝外界 段星海也是玩味开口 这么谨慎啊 看来不是一般的好苗子 直奔主题 一屁股坐下的同时 顾开天也询问起段星海 老段 你见多识广 而且是理论派 我想问你件事 说着顾开天的眼神 突然坚毅了起 独能俯视精神力吗 闻听此言 段星海也是极为认真 理论上可以 但很难 独物独障都是作用于实体 但精神力不一样 精神力是以自身神魂本源 加上思维组合成的一种意念能量 想要俯视它 独性的烈度我无法顾量 听到这种说法 顾开天如灵大蛇 紧接着就询问起段星影 那你见过吗 摸了摸胡茶段司令也是难难开口 没见过 但是我认识一位独王 四转巅峰 至少他做不到这种程度 转念一想 段司令也看向了眼前的顾开天 难道天交营里出了个无比恐怖的独戏天交 如果真能做到腐蚀精神力 那可是大杀气 摇了摇头 顾开天也不确定道 暂时还无法下定论 见到他好似知道些什么 段星海也看向了这位老友 老顾啊 从你请应到天交营 我可是出于尊重一句都没过问 怎么 现在都还不跟我讲实话了 没有告诉他天交营中发生的事情 顾开天也再次看向了段星海 老段 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独战拥有自我意识 听到这话段星海直接就大笑了起 老顾 你搞笑的吗 独怎么可能有意识 除非 那根本就不是独 只是伪装形态吧 话音戛然而止 两名老军官同时一惊 等等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曾在零号一记中看到过有关这个情况的记载 有一种天灾虫名为九丈痴 可以化为独物形态 九丈痴诞生于九幽 在某个纪元造成过蔑视大截 闻言顾开天心脏一跳就连眉毛也跟着醋了起 九丈痴 远古天灾 见到老有这番样子 段星海也哈哈大笑起 吓到了吧 不过我告诉你这种天灾早灭绝了 如今不可能存在的 一把站起身子 一道空间猎戏也出现在了总司令办公室中 真不愧是总司令 什么都能讲个所以然 今天受教了 天交营任务繁重 我就先告辞了 见到顾开天这是要走的趋势 他身后的段星海也是一愣 等等 你还没跟我说出了什么好瞄子吗 这么的 老皮肤 嘴是真的紧啊 毫不理会 在了解了自己想知道的后 顾开天也顺着猎戏来到一处空间之内 九丈赤 远古天灾吗 那就难怪了 江辰啊江辰 一个神级万物生长 都足以让你登上猎杀榜第一了 竟然还身怀禁忌 这在大霞 是要砍头的 说着的同时 他也想起了季刚找他时的营 老师 我这边来了个无敌的好苗子 就是现在还没成长起来 并且他之前得罪过萧家 希望老师能在天交营多加赵营 当然如果老师能收他为徒就更好 想着的同时空间猎戏再次打开 天刀王也是骂骂咧咧开口 季刚这个坑尸的狗徒弟 竟给老子添麻烦 臭小子说是照应 实则是想让我给他兜底吧 罢了罢了 静机又如何 刀可图众生 必可护士人 佛魔皆在一心 既然说了收徒 江辰这小家伙 老子复定了 说着的同时 顾开天突然将一只传音箭石给释放了出去 天灾不可小觑 为防误会先让红瑶去确认下 魂妥妾 红瑶 你替维师走一趟零号一级 调查天灾九丈事 事关你小师弟 千万当心 开始了开始了 大夏第三天交与我的正面交锋 他终于要开始了 再回到天交营后 铺开天也第一时间询问起杨广 关于入营考核的情况 见到总教官回来了 杨广也如是回答 快接近尾声了 普通天交都在争夺晋级棋 凶兽已经放出九只了 目前还剩一只 万妖城的雷泽和武当的刘碧子联手干掉了一只 这会儿好像朝着江城的方向去 听到杨广的话 顾开天也询问起我的状况 江城前后击杀了两只凶兽 我们刚把第九只凶兽放到了他的附近 视角来到天交营的考核 此时一只巨大的蜘蛛凶兽 突然朝我所在的方向扑了过 见此我也是满脸笑怒 直接就将毒杖给召唤了出来 太好了 又来一只 又可以好好长一波吞噬止了 想着的同时 我直接就将毒杖全部给释放了出去 不等蜘蛛凶兽落地 滔天的毒杖从我的四周散出 瞬间就将其包裹在内 眨眼的功夫 眼前巨大无比的蜘蛛就被大卸八块 而始作俑者小九则充满了笑容 好吃 好吃 谢谢主人 吞噬和其迅速 待到蜘蛛落地之时 整个身体已经被腐蚀殆尽 也就在此时 小九本是21级的等级也来到了22 见此我也是喜上眉梢 小九又升级了 太好了 不等我继续高兴 一只巨大的钢器拳影突然从我们几人的上空卸来 察觉一边凸起 警戒的两女也是瞬间挡在了我的身前 大地防腹之盾开启 罗三道也目视起眼前的巨群 主人有人偷袭 小心 见到这样的权势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被三人围攻的江无双 等等 你们俩赶紧站到后面去 不等我说完 拳影还没接触到大地防腹之盾 护盾上就出现道道清晰可见的裂红 没扛过一秒 护盾应声而碎 挡在我身前的罗三道云目寒丘 直接就在这恐怖的一击下被轰飞了出去 没有撤退半步 我也在此时正视起眼前的拳影 毒杖呈现瞬间就涌上了眼前的钢器拳影 剧烈的冲击扑面而来 我屹立在原地的身形硬生生的被逼退了数米才勉强停下 好在毒杖发挥稳定 直接就把拳影给彻底吞噬 滔天的烟尘掀起 而烟尘中也缓缓走出一名壮硕的男子 这毒竟然连我的拳风都能侵蚀 不愧是天骄们嘴里的毒魔江城啊 文言我也看向了眼型的江无双 你也不愧是大下排行第三的天骄啊 这一拳下来也挺够劲 江无双 你这是来跟我抢凶兽的 听到这话江无双也是呵呵一笑 这头凶兽被你毒的就只剩可 还有什么好抢呢 文言我的眼神突然之间充满了杀气 那你什么意思 完全不在意 眼中浮现杀意一阵魔拳擦掌后 江无双也迈步走向了我 别误会 其实我就算单纯好奇 想会会你 来了来了 我与江无双的首次碰撞他终于来了 一把召唤出毒杖 我也目露寒光看向了江无双 你口中的惠惠 可是要堵上姓名 文言握紧拳头的同时 江无双也是十分肯定 没错 至少你要堵上姓名 不再多余 我直接就将毒杖全部释放了出去 那就来吧 听到我所说 江无双的脸上也充满了兴奋之色 拳风席卷 一道钢气也在此时汇聚到了江无双的拳头上 碧莉千任 话音戛然而止 钢气鸣食 拳风席卷 围绕在江无双四周的钢气 瞬间被恐怖的拳风给封了出去 毒杖与钢气的碰撞 仅是接触的瞬间 毒杖就尽数被击散 见到如此恐怖的实力 后方操控毒杖的我也是一击 反应过来 我也是赶忙爆头朝身后撤去 剧烈的爆炸在我眼前响起 骇人的冲击顿时就将我给击飞了出去 在足足滑行了数十米后 我才艰难的止住身形 他的拳风太过刚烈迅猛 我的毒侵蚀的太慢了 见到我受伤 心海中的小九也是十分焦急 主人 你没事吧 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 我也和小九沟通起来 小九 这种程度的血肉 你若吞了 应该能连伸好几几把 意识来到心里 此时的小九正一副祈祷的姿势 吃吃吃掌大打 可是那个人小九打不过 但是小九愿意替主人去死 文言 一向相信小九实力的我也是一个 什么 还是第一次见小九这么害怕的样子 难道只能使用自爆这一招了吗 一把拱起身子 我也看向了眼睛的小九 打不过就躲起来 爹有别的办法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小九死 不然就全完了 听到我这么说小九也应声道 小九听主人的 时时没等到我继续出招 此时的姜无双也黄黄阔不朝我走过来 怎么 才一招就打不动了吗 这可不像能打败萧北寒的样子 从心海中缓过神 没有继续使用毒杖 我直接就开启了自己神级职业的万物生长 手掌伏地 一根根粗壮的植物根须 瞬间从我手掌中心四散而出 仅是眨眼的功夫 巨大的根须就直奔向了姜无双的所在 根须汇聚 一颗由植物凝结而成的结界 就包裹住了我和姜无双 此时植物根须的内部 看着眼前由植物凝聚而出的屏障 姜无双也是大笑出声 这就是你的神级天赋吗 有意思 怎么 照起来 是想掩人耳目吗 好像萧北寒就是输在一个照子里 与此同时的教官监控室中 再次看到这一幕 杨广也是惊讶至己 前辈 江城他又在屏蔽艰苦 文言 顾开天也是无奈至己 这小子又要惹麻烦 方承远 随时准备救人 在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后 方承远也是赶忙应声 是 前辈 见到天刀王让方承远准备救人 杨广也是倍感运过 前辈 从刚才的战况看 姜无双应该没问题的 不需要救 听到杨广的话 顾开天的眼神瞬间一鸣 我说的是就江城那臭小子 听到这话杨广顿时脑袋一空 质疑的话更是脱口而出 前辈 您不觉得自己有点双标了吗 听到杨广所说顾开天也是大喝出声 放屁 江无双46级 江城26级 这两者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好吗 嘴上一套内心一套 那可是我未来徒弟 我就是想护一下犊子 这有问题吗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首次豁出性命的战斗 他终于开始 在成功阻挡了外界的一切事业后 我也没打算继续隐藏下去 直接脱手将所有的毒杖全部释放了出来 毒杖聚合 一只只巨大无比的九杖翅也出现在了根须屏隐藏之中 第一次见到这种能力 见过无数大小场面的无敌后裔江无双也是一惊 原来如此 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 不敢懈怠 排山倒海发动 一道道赤红的钢气显现 无数道全影出现在江无双的四种恐怖的力量 顿时将一众九杖翅硬生生的给逼退了回去 没有选择让虫子们硬弓防守状态的江无双 在将部分虫子重新化为毒杖后 我也操控着他们对江无双发动了围剿 滔天的毒杖直奔自己而来 见到再次化为毒物的诡异虫子 江无双也是不屑的轻哼了一声 层弯叠杖 体表浮现钢气 好不容易才触及江无双双臂的毒杖顿时被一空而散 拳头砸地 一只只由钢气凝成的全影直奔上方的尸体九杖翅而去 只瞬间 毫无防备的九杖翅们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全部都被这恐怖的全影一一击碎 眼见如此 我直接就控制起肠中的九杖翅 手指一挥 抓住全影的空挡 我操控着两只九杖翅就以极快的速度飞向江无双本 眼见着诡异虫子的目标是自己 江无双也停止技能 转而握紧拳头看向了眼睛的目标 抓住机会手掌握拳 江无双的锁处顿时就掀起了滔天的爆炸 不过就在我以为江无双会被这出气不意的一招重创时 凭借过人的实力 江无双突然从爆炸中心撤离了出来 身体腾空而起 借助下落的速度 江无双也再次蓄力起攻击 我终于知道肖北寒怎么输的 雨霸 泰山压顶发动 一股恐怖的压力顿时席卷我所处的位置 就连水泥地板都在这恐怖的压力下被压了个缝碎 四肢着地 凭借着自身的属性 我也艰难地抵抗着这股距离 尽管如此 我的身体还是被距离压得止不住的颤抖 这拳风比刚才的还强劲数倍 这就是无敌后翼的实力吗 两只自爆都只炸开了拳风 完全没伤到他分后 难道要自爆数十上百只才行吗 我好不容易才繁殖出的虫崽子 事到如今也没办法 十只其爆 随着我意念一动 快速来到江无双的境前 一连十只九丈是七七自爆 恐怖的爆炸顿时在江无双的四周响起 剧烈地冲击袭来 江无双也被足足逼退了数百米 抓住这短暂的瞬间 再次开启万物生长 我操控着一众根须就朝江无双卷了上去 没有继续对我进攻 抬手一挥 江无双直接将朝自己卷来的根须给拍C 不必了 战斗结束了 缓缓站起身子 听到这话的我也是满领的 你什么意思 听到我的询问 江无双也正是起舞 江辰 我认可你做对手 你现在才一转就能逼我用八成十力 我很期待与成长之后的你打 文言我也是一阵无语 合着你之前说的赌上性命 就是为了逼我使出全力 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合格的对手 毫不在意的打了声哈欠 江无双也喃喃开口 又困了 我先去睡会儿 最后一只凶兽 你能搞定吗 文言我更加疑惑 你这是要把第一让给我吗 摸了摸拨梗 江无双也扭头朝远处走去 我可没力的意思 就是单纯的碰了 走了 我要找个地方睡一觉 听到这家伙不着调的我 翻起白眼的同时 我也是咬牙切齿 越想越气 我也是骂骂咧咧开口 装什么大头算了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那种 会被自尊心干扰的傻学 但凡有好处 我可照单全收 缓缓露出一抹笑容 江无双也是极为开心 我果然没看错 真是个有意思的对手 视角来到教官监控室中 此时的杨广正满脸 焦急地呼唤着 被毒涨毒晕的方程语 而听到屏幕中 我和江无双的对话 和江无双的表现 顾开天也是缓缓开口 不是强凌弱 这才是无敌后裔 这江无双倒是 让老夫刮目相抗 现在把第十只凶兽 投给江城了 让他夺冠 来了来了 来自天刀王室的户独子 他终于来了 就在天刀王将 最后一只凶兽 投到我这边之时 远在千里外的 天刀王大徒弟 也就是祭刚的师姐 七转疯王的念红瑶 正火急火燎的 赶往零号一进 看着眼前的场景 这位大厦强者 也不乏有些为难 这地方可真够圣人的 估计六转以下都进过来 不过转念一想 念红瑶还是 持刀冲入了其中 为了小失地 我就忍了 手起刀落 七转疯王的实力进行 沿途所欲的死灵 竞数被斩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 一道散发诡异气息的石碑 突然出现在了 念红瑶的眼前 前面那块散发 恐怖气息的石碑 应该就是了 不过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残留的气息 跨越几百年还这么近 说着念红瑶也上前一步 石碑上的重电二字 也在此时散发出了 微弱的光芒 数百道弹窗浮现 就连见过无数大小场面的念红瑶 都不由得被信息的内容 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这些信息都是关于上古七重的 神识全开 念红瑶也快速越览起 这些弹窗的消息 无刻 异章印有九丈赤的资料 也被念红瑶牢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找到了 九丈赤 远古天灾其种 诞生于九幽吉英之地 曾造成过第四世纪灭世大吉 现已灭绝 通体黑紫色 被生九赤 自带恐怖毒性 可化为紫色瘴气形态 毒性可俯视世间万物 乃至精神虚空 看完眼睛的资料 这位七转蜂王的脸上 也滑落下痘大的汗珠 卧槽 小师弟真是身怀禁忌啊 得赶紧告诉师父才行 没有多过停留 顺着来时的路 念红瑶也飞快地朝着一记外奔去 与此同时 完全不知道外界一切似的 我也遭到了未来师父的投论 虽说和江无双一战元气大伤 可是面对这些天客的凶兽 毒杖完全是手拉把甲 仅是一个照面 就轻轻松松地拿下了这只长虫 连吞四只凶兽 加上黄永超 这吞是指肯定又长了不少 回头再拿到入营考核第一的奖 我应该很快就能完成二专 想着我也将手中的两面青云旗 纷纷扔到了全程打酱油的二名手中 十枚青云旗就够我拿第一了 这两枚多出来的你们俩一人 至少进个前十 文言 两人的脸上也充满了笑容 与此同时 天骄营的另一边 经过白峰和唐颖的合力 一只红色鸟形凶兽终于是被击杀 唐颖更是累得已经瘫软在了凶兽的身上 入营考核也快结束了 江无双肯定是第一把 白峰的话音刚落 杨广的声音就自天骄营内的广播响起 入营考核结束 有晋级骑者 立刻到广场集合 淘汰者 三分钟内离开天骄营 围者杀 广播足足响了三遍 听着这则消息 我的脸上也充满了疑惑 才开营多久就结束了 那岂不是意味着 场上的十只凶兽都被杀光了 算了 剩饭也是饭 去把另外几只凶兽尸体找出来 能吃多少是多少 要快 尽量避免 随着我意念一动 所有的毒账 全部都在此时被我给释放了出去 与此同时的天骄营病房中 在听到营内的通报后 已经没了一条手臂的萧北涵 也是一点怒气 终于能出去了 江晨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到萧家 看我爷爷怎么收拾你 来了来了 来自天刀王室的护独子 他终于来了 就在天刀王将最后一只凶兽 投到我这边之时 远在千里外的天刀王大徒弟 也就是祭刚的师姐 七转风王的念红瑶 正火急火燎的赶往零号一进 看着眼前的场景 这位大厦强者也不乏有些为难 这地方可真够圣人的 估计六转以下都进过来 不过转念一想 念红瑶还是持刀冲入了其中 为了小师弟 我就忍了 手起刀落 七转风王的实力尽行 沿途所遇的死灵禁术被枕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 一道散发诡异气息的石碑 突然出现在了念红瑶的眼前 前面那块散发恐怖气息的石碑 应该就是了 不过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残留的气息跨越几百年还这么近 说着念红瑶也上前一步 石碑上的重电二字 也在此时散发出了微弱的光芒 这是 一记信息库 察觉的瞬间 念红瑶直接就开启神识扫描起石碑 随着神识的扫描 数百道弹窗浮现 就连见过无数大小场面的念红瑶 都不由得被信息的内容震惊地张大了嘴 这些信息都是关于上古七重的 神识全开 念红瑶也快速阅览起这些弹窗的消息 无课 异章印有九丈赤的资料 也被念红瑶牢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找到了 九丈赤 远古天灾其种 诞生于九幽吉英之地 曾造成过第四世纪灭世大吉 现已灭绝 通体黑紫色 被生九赤 自带恐怖毒性 可化为紫色瘴气形态 毒性可俯视世间万物乃至精神虚空 看完眼前的资料 这位七转蜂王的脸上也滑落下痘大的汗地 卧槽 小师弟真是身怀禁忌啊 得赶紧告诉师父才行 没有多过停留 顺着来时的路 念红瑶也飞快地朝着一记外奔去 与此同时 完全不知道外界一切似的 我也遭到了未来师父的投问 虽说和江无双一战元气大伤 可是面对这些天客的凶兽 独障完全是手拿把甲 仅是一个照面 就轻轻松松地拿下了这只长丛 连吞四只凶兽 加上黄永超 这吞是指肯定又长了不少 回头再拿到入营考核第一的奖 我应该很快就能完成二专 想着我也将手中的两面青云旗 纷纷扔到了全程打酱油的二名手中 十枚青云旗就够我拿第一了 这两枚多出来的你们俩一人 至少进个前十 闻言 两人的脸上也充满了笑容 与此同时 天骄营的另一边 经过白风和唐颖的合力 一只红色鸟形凶兽终于是被击杀 唐颖更是累得已经瘫软在了凶兽的身上 入营考核也快结束了 江无双肯定是第一把 白风的话音刚落 杨广的声音就自天骄营内的广播响起 入营考核结束 有晋级骑者 立刻到广场集合 淘汰者 三分钟内离开天骄营 围者杀 广播足足响了三遍 听着这则消息 我的脸上也充满了疑惑 财开营多久就结束了 那岂不是意味着场上的十只凶兽都被杀光了 算了 剩饭也是饭 去把另外几只凶兽尸体找出来 能吃多少是多少 要快 尽量避免 随着我意念一动 所有的毒杖全部都在此时被我给释放了出去 与此同时的天骄营病房中 在听到营内的通报后 已经没了一条手臂的萧北涵也是一脸怒气 终于能出去了 江晨 你给我等着 等我回到萧家 看我爷爷怎么收拾你 来了来了 各大蜂王的庇护他终于来了 就在天刀王持剑带领我们众人前往云梦泽禁区试炼之时 天刀王的一则神识消息也传到了数千里之外的济刚耳中 济刚 江晨身怀禁忌 关乎重大 为师带他入禁区暂毙 你在外面尽量寻找封王同盟 带我回来之时 恐有一场恶战 见到师父传递回的消息 处于守夜人总部办公室的济刚也是一愣 杀皇家天骄 斩销北涵一臂 还身怀禁忌 这一关怕是不好过了 一阵头痛 看到自家老大这样 唐仪也轻声安慰道 关关难过关关过 既然你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护着行政 那我们就只看前路 不想身后身吧 我跟父亲都坦白了 他愿意站在我们一边 现在咱们有天刀王 你师姐 我父亲 还有段司令 四位封王级 任何封浪都能挡一挡的 听到唐仅的安慰 济刚也缓缓从沙发上站起朝门外走去 你说的对 师姐已经去和师父会合了 我这就去趟疯王穆家和商恶罗家 就算是骗 我也要为小臣多争取些同盟 大不了 我再拿出当年去肖家抢亲的镜头了 跟他们拼了 听到济刚的话 处于他身后的唐井也是微微一笑 娘 好多年都没见你这副义气模样 与此同时的一栋天骄营这边 天刀王也询问起自己的大徒弟红瑶 红瑶 你觉得咱们回去后该怎么办 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师父 边角泡泡糖的同时 念红瑶的脸上也是充满了向往 小师弟的九丈是真酷啊 好像养一只 意念一动 天刀王直接就戳破了红瑶嘴边的泡泡 你这个妮子 就不能稍微长点心吗 文言 念红瑶也立马换了一副乖乖女的模样 大厦对禁忌凌永远 您又不是不知道 您都没办法 我还能怎么办 老师 您能一刀砍死郑国大将吗 听到自家徒弟这不着调的 天刀王直接帮的一拳砸在了念红瑶的头上 好好说话 王我一世英明 怎么就收了你们这几个奇葩徒弟 念红瑶 喊打喊杀没心没肺 季刚 又轴又将 一根精 江城 神级天赋却非要玩禁忌 于霸 顶着一个大包的念红瑶也再次询问起自家师傅 那老师 您又为何非要保江城呢 文言 天刀王也抬眼看向空中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 为何吗 当年收你为徒 只应见你红衣红甲 看着觉得喜庆 收季刚就更随性了 在一个会所门口 他还把我当成了老条客 当年 肖家嫡子抢取唐井 季刚去抢亲 为师都愿豁出性命户头 这些需要理由吗 因念而行罢了 如今 江城亦是如此 我一见他就觉得何为恐 所幸就随了季刚 即为我徒 我又为何不保 听到自家师傅的话 念红瑶也剁着小碎步凑了上来 我就知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 嘴硬却最护短的老师 再回复一句不要给自己带高冒红 念红瑶也将头轻轻靠在了自家师傅的肩膀上 老师 要想保住小师弟只有一个办法 大下三尊无敌之一 大下军方最高统帅 将无双的爷爷 武神 将玄机 来了来了 天刀王与武神的约定他终于来了 在从念红瑶口中得到武神将玄机 可能有办法平息此次的禁忌之乱时 天刀王也是立马展开了行动 与此同时的万族战场 一只巨拳突然袭向大地 地面所处的人类瞬间就被这恐怖的一击纷纷震飞了出去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在打出攻击后 这位无敌武神直接阔步走向了地窟入口 万族萧小 胆敢来翻大下者 杀无射 在成功走出攻击的中心后 刚刚被江玄机攻击的地面几乎瞬间塌陷 而被攻击到的人 则直接就落入了这数百米深的巨坑中 没了半点生机 经此一战 万族又能消停些日子 而等守好地窟入口 就在众军官齐齐应声的同时 属于自己孙子将无双的联系 突然传入江玄机的脑海 无双 不是在天交营吗 这时候找我什么事 不过就在江玄机这样想着之时 天刀王的虚影突然呈现 而见到自己留给江无双的紧急联系出来的是天刀王 这位无敌战神也不由得一惊 天刀王 是你通过无双联系的我 是无双在营里惹祸了吗 文言 虚影天刀王也缓缓开口 那倒没有 他表现很好 是我想找你做笔交易 没有闲谈 江玄机直接就询问起天刀王什么事 对此 天刀王也没有丝毫隐瞒 我新收了一个小图 叫江城 神级生活系 但身怀禁忌九丈赤 我想让你保他一命 听到这话 江玄机的面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远古天灾九丈赤 你怕是在说笑吧 面对禁忌大厦从来都是明杀错不放过 难不成你觉得武神是万能的 听到这话天刀王的眼神也是瞬间清澈 难道不是吗 没有计较 江玄机也询问起天刀王能给出的条件 文言 天刀王也是毫不吝啬 你听说过于孟泽的太虚殿吧 大厦只有我认识路 我可以带江无双去 送他一场造化 听到天刀王口中的太虚殿几个字 这位无敌战神也不乏有些犹豫 传说中的天刀宝帝 如果无双能取 修为上定会大有进展 从思考中回过神 江玄机也是淡定开口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但前提是在天焦比试中 江城不许再动用九丈识 并且若他不能拿下大厦天焦总宝帝 我就要把他丢到万族战场 自生自灭 听完江玄机的话 天刀王也是一阵为难 可是不等天刀王开口 江玄机再次道 若真想保他的幸运 你没得选 稍加平复 天刀王也不再继续 也行吧 回头丢到战场 总比回去就被肖正国等人杀了强 想着的同时 天刀王的虚影也缓缓消失 远古一种九丈识 要形成天灾规模 在如今是不可能的 再说这一截 大厦共诞生了三个神级 江城只能算第四个 还是生活戏 如果不动用禁忌 他连无双这关都过不了 绝无可能拿到第一 退一万步讲 就算他真能翻起什么大了 作为武神 我也可分分钟秒杀事件一切邪随 画面一转 天刀王已经预使着飞剑进入了云梦泽进去之中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空间碎片 我的脸上也难掩震惊之色 我们现在算是正式进入云梦泽了吗 你们还记得来时的路吗 文言 穆罕秋也瞪大了眼睛 在这些不断移动的次元碎片中 记录线是不可能的 天刀王前辈平的是契机一路 据说云梦泽共十层 最外围的第十层和第九层还相对安全系 越往里就越容易迷失 我爷爷当年就迷失在第七层 不再多言 我们三人也齐齐盘息而走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迷失了 既然路线不是靠眼睛和脑子记得 那不如我们静下心来打坐 让神师自己去感受吧 意识进入脑海 意识海的万物祖树上正不断有树叶飘向同一个方向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我也不惊哑然 意识海中又没有风 万物祖树飘向的 难道就是要前往的方向 或者前面有什么让万物祖树非常渴望的存在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视角一扫 万物祖树上一颗红彤彤的果子 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 万物祖树结果 话音戛然而止 系统的消息也自我的脑海响起 以获得功能奋骨 功能信息 能力复制卡 说明 使用后能随机复制目标某个能力融入自身 所复制的能力对自身无职业限制 复制过程中 有一定几率出现变数 能力降级亦或是升级 助 请在三小时内完成复制 否则此卡失效 看完果子的解释 我整个人直接就震惊在了原地 能力复制 还没有职业限制 天骄营里各个都是出类拔萃的天骄 这岂不是仍由我选 当然 最值得复制的肯定是江无双 白风 堂饮三人 不行不行 能力复制是随机的 说不定就搞到的垃圾技能 这不好选啊 还有三个小时 难不成真要赌一把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外界天刀王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家伙们 我们到云梦泽第六层了 这里名为太虚界 再往前 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的太虚殿了 都打起精神来吧 必是回归 我的眼前顿时就是一亮 对了 还有老爷子 老爷子说过 他只会一招 他还说要收我为徒 那我直接复制过来 就全当玉玺了 抵达了抵达了 经历数小时的急行 我们终于是抵达了 看着眼前的悬空阶梯和阶梯之上的太虚殿 场中见过无数天才地宝的天骄们 也不淡定 此处便是太虚殿 这次算是发达了 之前魔都有位传奇蜂王 就是在此处一部蜂王的 别说蜂王 就是大下三无敌之一的大梦者 都是在此地误导的 就在场中天骄议论的同时 天刀王的声音突然响起 太虚殿的试炼有三 1008级台阶 每踏上一级就有几率获得天道奖励 第二 太虚碑 这东西我也没碰过 至今 只有京城大梦者抵达过那 至于第三 应该在太虚殿内部 至今无人进入过 此次太虚殿台阶 就是你们最后的考古 150人以攀登接触为准 选出前十代表江南战区 进入大厦八大战区天骄总决赛 太虚殿试炼 现在开始 随着天刀王的话音落下 众天骄齐齐就朝台阶冲了过去 紧随其后 罗三道也是跃跃欲试 不过就在他大喊冲冲冲的同时 突然被身后的我一把给拽了回来 急什么 太虚殿又跑不了 说着我也看向了身后打坐的几人 你看他们几个 都没急 都在调整状态 雨霸 我们三人也齐齐原地打坐起来 应人说得对 太虚殿这种神异之地 每人只能攀登于此 我们必须把状态调整到极限在上 见到下方的场景 毕丽在念红摇长刀之上的天刀王也是缓缓开口 下面这几个小家伙 还能稳住不及 不错不错 看着不远处的天刀王 我的内心也是十分激动 实不我待 以调整状态做掩护 先把老爷子的开天刀复制了再说 以免复制卡失效 视角一扫 系统面板的提示也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能力复制卡 选定复制对象 故开天 助 复制过程中 有一定几率出现变数 能力降级亦或是升级 是否开始随机复制 死马当活马一 我也一脸坚硬 是 开始复制 希望运气好一点 不说能力升级 只要不降级就行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提示窗再次出现 复制能力 开天 经 开始复制 见此我也是一愣 老爷子成不起我 真的只有这一招 反应过来 我的眼前也被周围变化的环境所吸引 等等 这里是 不等我想下去 一双手握着长刀猛的劈下 一股恐怖的气力顿时自长刀中散发而出 这是顾前辈在练刀 视角一转 此时的我正赤裸着上身 手中握着和顾前辈同款的长刀 反应过来我的瞳孔顿时猛缩 不对 是我在练刀 身体完全不受控 我一直持续着这样劈刀的动作 十年 二十年 四十年 数十年如一日 开天刀 批 鱼霸 长剑落下 只披我脚下的山顶而去 山体应生而裂 巨大无比的山峰 直接就在这恐怖的一刀下被批为了两半 复制了复制了 天刀王的技能我终于是复制了 复制进度 120% 恭喜获得技能人之刀 恭喜获得技能帝之刀 恭喜获得技能天之刀 恭喜获得神通大道之刀 看着眼前两子一斤一彩技能 正席地而做的我也是一斤 运气爆棚啊 不仅都复制过来了 还把开天刀成功拆解成了四十 时时没见我开始攀登阶梯 正在观察天娇们的天刀王和念红瑶 也齐齐向我投来了一货的目光 将无双他们都开始攀登了 就他一个人还在这里 小师弟怎么回事 不会是睡着了 视角看向我这边 顾开天也是倍感疑惑 确实有点奇怪 调整状态按说不会需要这么久 就在天刀王说着的同时 被念红瑶坐在屁股下的红色长柄刀 突然一阵嗡鸣 紧接着就颤动起来 见此 无比震惊的念红瑶也皱了皱眉 老师 我的刀心在共鸣 听到这话 早就察觉到自己长刀异常的天刀王 也是瞪大眼睛看向我这边 不仅是你的刀 就连我的刀心都在共鸣 与此同时 承载着整个天骄营的长刀阵和念红瑶的刀 有着同样的寂寞 难道是几师弟成功了 他当年也算难得的天骄 就是脑子一根筋 总想拆解开天刀 说什么可以分成四招 导致这么多年修为一直卡在三招宗师上 现在终于开窍了 听到自己徒弟的话 天刀王也是拿不准 有可能 要么是季刚成功了 要么就是 没有说出自己的猜测 天刀王也就没看向我这边 江臣这小子 刚刚一闪而逝的气息 很熟悉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或许这只是太虚殿产生的神异错觉 就在天刀王这样想着之时 地旁的念红瑶突然乍乎乎开口 老师快看 小师弟过去了 好紧张 也不知小师弟能攀登到第几阶 我当年拼命才爬到301阶 既师弟更垃圾 才298阶 真不知道那个大梦者是怎么登顶 恐怖如斯 时间飞逝 天刀门攀登的速度也开始慢了下来 无敌后翼江无双 289阶 东海小沙神白风 253阶 天机楼刺客唐影 248阶 万腰城少主雷泽 211阶 武当小道士刘婢子 208阶 封王后翼慕寒秋 199阶 伤恶罗加罗三道 170阶 看到攀登的排名逐渐稳定下来 不少已经放弃继续攀登的天骄也开始暴露 早知道会来太虚电 我特么就准备精神类药物了 前面百阶都是幻境考核 我特么是枪炮师职业 这完全被刻呀 后面更难 是重力 每踏出一步都像扛了几座山 视角一转他们也看向了准备开始攀登路 快看 独魔开始攀登了 八成又是一个江无双啊 没有理会周围的闲言碎语 我也开始迈不朝台阶上走去 前面先是幻境考核 以我的精神力 应该问题不大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一道蓝发红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前方 江城小儿 你好大的胆子 我肖家狄孙你也敢动 今天老夫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见到眼前这副装扮的人 完全不知发生什么的我也是一愣 你就是肖正国 没有回复我的心思 眼前的人直接就拿着长剑朝我劈了上来 迅速做出反应 几乎是瞬间我就将独障给召唤了出来 不过完全是浮游汉术 仅是接触的刹那 我根本抵挡不住 不过就在这时 一连几道身影也挡在了我的身前 没错 正是守夜人的唐一纪刚等着 小陈 我们挡着 你快跑 雨霸 肖正国的声音再次响起 挡在我身前的纪刚众人 瞬间就被肖正国一一斩杀 挡我者 杀无赦 视角回归现实 此时刚刚才迈入第一阶的 我正止不住的颤抖 脖子上的青筋也在此时纷纷隆起 双眼更是滑落下滴滴泪珠 见到我这副样子 是精神 体质 敏捷 力量的思维体系 营里所有天骄从小都有天才地宝的淬炼 但唯独江城是野路子 这次失恋 江城怕是会吃大亏 听到老师的解释念红瑶更加无语 不是吧 那您和江武神的赌约 小师弟岂不是会被送到万族战场去 就在两人交谈的同时 此时幻境中的我也放弃了挣扎 你杀了我吧 反正我害死了大家也不想多了 就在我说完虚影肖正国准备出剑时 一条白色的藤蔓突然阻止他 下一刻 藤蔓出现 直接就将眼前的虚影肖正国给一击 见此我也从悲伤中回过神来 万物祖树 这里是幻境 必是回归 看着眼前的悬空台阶 我也不禁骂骂咧咧开口 卧槽 我刚是陷入幻境了吗 这感觉也太真实了 不对 真实个屁 几书他们被杀了 我不去拼命反而求死 这脆皮玻璃特么侮辱谁呢 干你娘 我看着幻境纯粹就是耍人 树爷 随我上去 干他喵的 攀登了攀登了 有了万物祖树的庇护 我终于可以开始攀登了 随着我成功通关第一层台阶 太虚殿的奖励也是如期而至 恭喜你获得星元碎片乘武 星元碎片 一千个碎片可合成一个完整的星元 技能等级为一至三级时 消耗十个星元可提升一级 技能等级四至六级时 提升需要一百个星元 看着星元的介绍 刚刚踏上第二阶的我也是一乐 星元碎片 一个碎片市场价可都是千万级别的 刚开局 奖励就这么丰厚的吗 用这东西升级技能不适合我 但拿回去卖了 又够虫仔怎么吃好一阵子 不过话说回来 第二阶怎么没有幻境来袭了 必是进入星海 看着眼前的万物祖树 我也明白了一切 原来是万物祖树直接把幻境屏蔽了 树爷牛逼啊 时迟见我没有动静 下方的天交呢也开始了议论 这独魔不对劲啊 刚才的第一阶又哭又怒 卡了好久 现在第二阶又在这里狂笑 看他的样子 不会是第二阶就要被轰下来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可就全场最弱了 听着后方各种各样的嘲笑 处于第二阶的 我也是不屑地轻哼了一声 接下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六弯式的碾压 不过老爷子他们也看着呢 我要不要先装一装 抬眼看去 这一想法瞬间消散 还装个屁 人家将无双都快到三百阶了 我至少先把他抄了再说 见我已经站了有一会儿 念红瑶也是放弃了挣扎 小师弟是真不行啊 第二阶又卡住了 看样子 这孩子怕是连十阶都过不了了 没有回答念红瑶 天刀王的面色突然凝重 等等 你快看 视角一转看向太虚殿的台阶 此时的我完全没有了装下去的心思 哼着小雪儿就开始了攀登 见到这副场景 刚刚还觉得有人会垫底的天交门顿时惊掉下了 这又是哪一出啊 唱着歌就上一百阶了 难道一二阶的表现是他喜欢那两阶的环境 不愧是独魔呀 完全不按套路触排 时间飞逝 我几乎是一秒一阶 很快就超过了二百阶的罗三道和穆罕秋二人 看到我潇洒的背影 穆罕秋也陷入了花痴 主人的背影好帅 就算拼上性命 我也要上三百阶 与此同时的不远处 见到我毫无阻碍地开始朝三百阶走去 念红瑶也是三观进步 师父 这太虚殿的考核是失效了吗 小师弟这么快就二百多阶了 而且还是不带减速的那种 文言 同样震惊的天刀王也是无奈开口 这种情况 为师也没见过呀 毫无停歇 我直接一口气来到了二百五十层之上 见到我的出现 正在攀登的刘碧子与雷泽也是一惊 我的三亲真人啊 将道友怎会如此神速 独魔和我们爬的是同一个台阶吗 还是我在幻境中 没有理会身后各种惊讶的目光 此时的我也抬眼看向了走在我前方的三人 他们怎么都停在二百九十九阶不动 与此同时 见到三人并驾齐驱于二百九十九阶 天刀王也不由地将目光投向了他们 此台阶每三百阶为一击 纵使是天骄想跨越也是十分困难 听到师父的话 念红瑶也想起了当初自己攀登的时候 是啊 我当年也是拼了命才跨过去的 之后每一阶都有如山般的众命 这波天骄 不知谁能率先跨过这第一集 就在两人说着的同时 我的身影也来到了二百九十九阶之上 见到我的出现 站在我身前的三人也栖栖向我投来了目光 江辰 你能到这里 果然没让我失望 但我要先走一步了 雨霸 一道恐怖的波动突然自将无双的四周散发 一条条虚无的锁链也在此时被映射了出来 见此我也不由得一乐 我的神级玉灵是天赋在共铃江无双 难道他也是神级 但之前从未听说过呀 难道这锁链是为了隐藏实力 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 锁链应声而碎 江无双身上的气势也在此时达到了顶顶 随着锁链纷纷破碎 江无双也迈步走入了三百阶之上 测试通过 一道道紫气弥漫 静止就涌入了江无双的体内 见此 处于他身后的白风和唐颖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仔细就是三百阶的奖励吗 不愧是江无双 听到身后的声音 处于三百阶的江无双也缓缓转过了身子 太虚电一千零八级台阶 每三百危机 跨过后将有大机缘 之一曾看似在考验意志 其实是对神魂强度简阅 说着 他也抬眼看向了三人中路子最业的 江辰 你出身不好 又是没被天才地宝洗礼过 和我等相比 底蕴差的有点多 作为我的磨刀石 我建议你稳扎稳打 不要急于突破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便宜 而我靠万物祖术的庇护 直接就与当代天骄并驾齐驱 而就在踏入太虚电三百阶的江无双说教之时 话音戛然而止 在三人一脸目自欲裂的表情下 我直接就迈步走上了三百阶 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 我也看向了一旁眼珠子都要瞪掉的江无双 哥们儿 你这是在养我吗 这玩意儿很难吗 必是进入星影 我也得到了三百阶的奖励 恭喜你通过太虚电三百阶考核 奖励 本源结晶 看着眼前闪闪发光的精识 我的瞳孔顿时放大 本源结晶 这奖励也太牛逼了吧 虽然我的虫崽子们用不上 但听说几书卡在三转好多年了 这东西可比之前答应他的史诗级装备要厉害得多 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 一脸星星眼外加渴望神色的小九 立马就凑到了我的身前 主人快爬爬了 杯杯我们要吃吃 听到这话 必是回归现实 我也抬头看向了太虚电 十杯 你是指上面的太虚杯吗 对此小九也给出了准确的答案 对对 十杯杯 就在我还打算问些什么知识 一股只有我才能看到的紫色灵气顿时笼罩我的全身 下一刻 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这股紫色灵气直接就推着我朝太虚电奔去 等等 就算在想吃 也没必要硬推着我上吧 与此同时的后方 看到我以一秒三接的速度朝着太虚电奔去 将无双三人的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 卧槽 一股恐怖的气息 下一刻 一道道肉体组织开始自他的身后凝聚而出 待到变化结束 将无双的身后赫然多出了六条手 呼 你不可能超过我 说着他就以极快的速度朝太虚电的方向冲去 见到如此变化 处于将无双身后的白风也瞪大了眼睛 我去 将无双的战神区 他竟然炼成了 一股怒意突然从心底产出 白风的脸色突然开始变得争悯 就连眼神都被怒意染成了血红色 可恶啊 江辰 江无双 你们这种人 真的很烦啊 你们都该死 杀杀杀 魔神血 染青天 随着白风怒吼出声 一只只血红色的鬼魂突然自他的身体四周四散而出 下一刻潜力爆发 白风紧跟着江无双的步伐就朝上方的太虚电奔去 见到两位天骄发了风势的朝三百阶之上跑去 刚刚才追上来的刘碧子和雷泽也开始怀疑起人生 卧槽啊 都这么变态的吗 看向还立于299阶的唐颖 雷泽也不确定地询问起他 唐颖 你该不会也是个变态吧 一脸愁容 唐颖也转头看向了追上来的两人 说什么呢 我只是个刺客 比不上他们傻 听到这话 雷泽也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我还以为就我和牛鼻子最辣 就在雷泽说着的同时 唐颖的身上突然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波动 下一刻 在两人无语至极的目光下 唐颖化为一条飞蛇 直接就朝前方的三人追了上去 虎爷没有骗我 外面的人都太恐怖了 还会撒谎 他老人家 当年就差点被人骗去当作妻 对此刘鼻子也是十分赞同 此四人 都是盖世天骄 让人献杀 尤其是江道友 闲庭信部 恐怖如斯 与此同时的场外 看着齐齐朝太虚殿奔去的四人 念红瑶也瞪大了眼睛 这都什么情况啊 将无双炸出了八只手 白风封成了小沙坯 唐颖不装了 小师弟真猛啊 凭一己之力 让所有人心态都崩了 听到这话 天刀王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不愧是我看中的徒弟 目光一扫 看着下方即将登顶的我 念红瑶更加惊讶 卧槽 不是吧 一眨眼 小师弟竟然要登顶了 史上第二人 没有任何停歇 在小九的一阵推耸下 我也被强制推到了太虚碑之际 不过就在我抵达太虚碑之前时 一直看向我的念红瑶 顿时收起嬉皮笑脸 转而一脸沉重 等等 小师弟他这是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的太虚殿上 没有任何隐瞒下去的意思 我直接就打开重巢 释放起滔天的毒账 都出来吧 想要什么自己拿 登顶了登顶了 在小九的一阵推耸下 我终于是登顶了 看见我毫无顾忌地释放出阵阵黑雾 下方的念红瑶也是疑惑万分 那就是九章吃吧 他全放出来把太虚碑包裹住 是想干什么 太虚碑何等神秘 无敌大梦者就是在碑上 也无法留下任何痕迹 话音至此 刚刚还呈现在众人眼前的太虚碑瞬间消失 卧槽 太虚碑呢 听到念红瑶的话 外加自己看见 就算是见识颇多的天刀王 也是瞪大了眼睛 他把太虚碑收为己用了 怎么做到的 一阵无言 看着将太虚碑收下的我 正在朝太虚殿狂奔的 将无双也缓缓停下了脚落 江辰 这次是我输了 大夏天交绑之争时 我会全力出手 与罢 将无双也转身朝太虚碑下走去 看着昔日的强敌 白风和唐颖也是齐齐一惊 连将无双都放弃了 我们也撤吧 文言唐颖也缓缓开口 也是 他到现在已经快要了命 在网上定会商机本源 得不偿失 比起三人的万念俱灰 后方还在三百阶徘徊的 罗三道和穆罕秋也是满脸欣喜 主人真是太烈了 但好在我们也算完成任务 时间飞逝 太虚殿的攀登排名 也慢慢被罗列了主 江辰一千零八阶 江无双六百二十三阶 白风六百零九阶 唐颖六百阶 雷泽 刘碧子三百零四阶 罗三道 穆罕秋三百阶 看着陆陆续续从浮空阶梯上走下的天骄 天刀王的脸色也多出了几分笑容 这次试炼要是没有小陈 孩子们也很难到这个地步了 文言念红瑶也笑道 是啊 小师弟太牛逼了 这新一代也比我们那时候强大太多了 迟迟没见我下来 念红瑶的目光也看向了我这边 大家都下来了 小师弟怎么还在上面愣神啊 就在念红瑶众人疑惑的同时 此时我的星海世界中 小九的吞噬值正一万一万的疯狂增长 等级更是一月来到了二十五级 小九说的吃杯 是把杯搬回虫巢 看他的样子很享受 海连升了好几级 虫宰子们的吞噬值也在满增 照这个速度应该很快就能繁殖第三代 难道说 这杯和九丈是有什么渊源 想着我也查看起太虚杯的简介 太虚杯原为深渊阵势 位于深渊底部 数半生奇物 为深渊本源之一 太虚杯来自深渊 小九又是深渊之主 那就难怪啊 就在我这样想的知识 我身后的太虚殿突然升起震震紫光 就在我疑惑着紫光是什么知识 紫光静止就朝我的体内涌上来 紧接着一道提示也凭空出现在了我的眼睛 太虚界主 你被认定为太虚界唯一主义 无论身处何方 只需信念 便可随时传送回太虚界 太虚殿门处主人外无人可以开启 太虚界主 难道太虚杯就是太虚界的淑女 随时传送 无人可开 这太虚殿完全可以作为我的终极地 刚这么想着 反应过来 我也赶忙一跃朝太虚殿下方奔去 现在人多眼子啊 我就先不进大殿了 回头看情况再说 来了来了 我向天刀王前辈拜师的场景他终于来了 见我已经离开太虚殿 不等我落地 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顾前辈和念红瑶直接就将我从空中拦了下来 江城 你随老夫来一趟 雨霸 不等我应答 下一刻 在众目睽睽之下 天刀王和念红瑶直接就将我带离了此地 天刀王把毒魔抓了 估计是因为太虚碑的事吧 活该 让他这么狂 就在下方天骄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之时 将我带到一处没人的地方后 天刀王前辈也询问起我 大下三无敌之一的大梦者 曾经对太虚碑也只能观摩误导 说吧 你是怎么用九丈赤把太虚碑收走 听到天刀王前辈口中的九丈赤 我的面色顿时一沉 糟了 他知道九丈赤的事 那现在叫我来 是想杀了我吗 看着我一脸沉重的样子 天刀王也轻横了一手 臭小子 你不会真以为 把九丈赤弄成毒赤就能瞒天挂海 文言 念红瑶也是大笑出声 小师弟呆滞的表情好萌啊 见两者的样子 我悬着的心也缓缓落了下来 看样子不是要杀我 索性实话实说吧 想着的同时 我也缓缓开口 因为九丈赤和太虚碑都来自深渊 同宗同源 又或者说太虚碑本就属于九丈赤 听到我的话 天刀王的面色也沉了下来 原来如此 小子 大厦对禁忌的态度 你应该知道吧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永远留在云梦子 做一个流亡者苟住性命 要么随我回去 一命相搏 要杀你者千万人 甚至是镇博 无敌级别的 文言 一经的同时 我的内心也是疑惑万分 原来之前真的不是我的错觉 老爷子就是为了给我找后路 才来的这云梦子 可是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也只是一面之缘呀 见我迟迟没反应 念红瑶也凑到了我的跟前 想什么呢 师父问你话呢 从疑惑中回过神 我的脸上也多出一抹坚硬 我虽然身怀禁忌 但杀的都是坏人 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既然问心无愧 那又为什么要逃呢 听着我的话 天刀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不愧是老夫认定的徒弟 我心急天心 没错为何要人 季刚当年可不如你呀 听到纪书的名字 我也是疑惑开口 这关纪书什么事 轻拍我的肩膀 念红瑶也是大大咧咧开口 记住了呀 我是你大师姐 你寄书就是你的二师兄 当年你寄书为了你唐一去肖家抢亲 差点被肖正果斩了 师父让他刚到底 可他怕连累师父 最后黯然流放楚江世 闻言 我也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几书原来也和肖家有仇啊 缓缓转身 顾前辈也平淡开口 陈年就是 不提也罢 管他无敌还是正果 只要你心意坚决 咱们师徒同心 此行回江南 为师手中刀 朝天刀王前辈的方向跪了下来 师父 请受徒儿一拜 来了来了 属于肖正果的压力 他终于来了 就在我拜师的同时 此时的江南某一处办公楼中 一群身批军装的封王正开着会 见到人都到齐了 为首的段司令也缓缓开口 既然江南十二封王 除了顾开天和念红瑶都到齐了 我就不绕弯子了 根据调查验证 江城的毒物确实是九章之所化 根据大厦禁忌条例第一条 凡是觉醒禁忌职业 掌控禁忌之物者 沙无赦 诸位 怎么看 听到段星海的话 穆罕秋的爷爷穆赫年也是第一个占了出来 九章赤虽造成过纪元大吉 但如今想发育到那个规模 几乎不可能 所以老朽认为 只要对江城进行一定的监管 问题不大 再不尽 收取九章赤 将其销毁即可 没必要取其性命 文言 唐锦的父亲唐万川也是第一个赞投 我赞成目前辈的说法 大厦禁忌条例颁发于五百年前 那时大厦和其孱弱 而如今 大厦强盛 对待禁忌 完全可以有所变通 听到两人的话 其余的封王也是毫无顾忌的嘲讽起来 这刚开场就暴露了谁和江城游人 江城是季刚的人 唐万川 你的女儿唐锦 郑和季刚混得没羞没臊吧 还有穆贺年 我可听说你孙女在天交营和江城不清不楚 不等他们继续说下去 一阵骇人的冲击袭来 办公室刚制的大门瞬间被封成了鸡粉 齐齐转头看向门外 此时一身杀气弥漫的肖郑国正缓不走 江城辞子 格杀勿论 说着他也抬剑对准了在座的众位封王 谁敢替江城说话 先问过我手里这把剑 看到肖郑国担刀附毁 楚江的内心也是一惊 老顾啊老顾 如果没有郑国大将出手 或许我还能帮你周旋一二 但如今 你只能自求多所儿 希望你这次不要盲目复短 把自己也搭进去 时间飞逝 段司令也第一时间赶到了被搬空的天骄营这里 老大 肖郑国调动了天罚小队 全部埋伏在了旁边那座山峰上 闻言 季刚也是不屑地倾吼了一声 这么大的阵仗 小陈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说着季刚也缓缓将剑拔了出来 如果动手 我和唐锦一会拔刀 薪酬旧账一起算 断封 楚江 守夜人以后就交给你们了 闻言 可能大概说不定真名叫楚江的断星海也是敢当白神 别 我当年陪你抢亲 现在同样能折腾 交给不浪吧 闻言 楚不浪也是一脸不屑 滚犊子 老子就喜欢热闹 这种事怎么能少了我 闻言 与小柯也是一脸骄傲 都别看我 你们需要一个大门 见到这副场景 一旁的唐仪也是扑斥一笑 老季 都是一家人 就别操这剑外的心了 也就在此时 一直远方的天空 唐锦也是惊讶开口 快看 远处的是不是小陈他们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同样发现了我们的回归 萧远山也是一声令下 目标出现 天法小队准备 齐齐应声 一群身穿萧家统一服饰的人 也在此时架起了手中的弩箭 回归了 回归了 通过于孟泽太虚殿失恋的 我们终于是回归了 看着不远处已经严阵以待的萧家家眷 念红瑶也是跃跃欲试 这阵仗 和师弟抢亲时差不多呀 上次我就没打够 这次可以打少了 闻言 天刀王也训斥起自己的这个大徒弟 干什么 这么多人看着 至少要装一桩仙女后兵吧 不然世人还以我这一脉都是蛮子呢 听到师父的话 念红瑶却是不以为意 还说我呢 明明你自己的杀意更上好王 有其师必有其徒 说着他也看向了我这边 你说是吧 小师弟 见我丝毫没有因为下方的阵仗而暴露任何 念红瑶也是疑惑开口 又在这愣神了 与此同时 亦是进入虫巢 我的整个虫族大军也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 九仗翅三代繁殖完毕 繁衍树木五百万只 母虫小九二十七级 九仗翅天灾集 子带九仗翅五百一十一万只 看着密密麻麻的九仗翅子带 义士处于虫巢的我也是兴奋开口 太好了 赶在这一战之前繁衍第三代 五百万只九仗翅 就算赢不了镇国 他也别想好过 不等我继续想下去 自来熟的念红瑶直接就伸手辅在了我的肩膀上 小师弟 虽然他们的阵仗不行 但你别怕 有我和师父在吗 从重朝中惊醒 在发现已经回到江南的天胶营原址所在后 反应过来的我也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头 我不怕 刚才好像在那边的山上看到了几书他们 我想先过去一趟 有礼物交给他们 文言 天刀王也开口了 去吧 反正待会正好路过 有了师父的同意 踩着用九仗翅化为的独仗 我也朝几书他们的所在赶去 看着我毫不掩饰地使用大厦禁忌的重组九仗翅 还处于一栋天胶营上的三位天胶也是倍感惋惜 我都还没和他打够呢 爷爷他能救下江城吗 原来是禁忌 难怪之前能秒杀萧北韩 可惜了 他可是古往今来 大厦第二个走完太虚阶梯的人 同样担心的还有存在感很低的小女妹二人 主人他 不知道爷爷爷来了没 会不会出手帮忙 文言 罗三道也安抚道 现在担心也没用 这种级别的战争不是我们能帮得上的 咱们不添乱就很好 丝毫不知道上方各位的心思 在来到几书这边后 我也和唐一他们简短地打个声招 没时间多言 在走到几书的身前后 我也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 几书 当初说送你一套史诗集装备没搞到 但我想这东西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看着从我手中浮现出的绿色金石 季刚也是一愣 这时 本源结晶 有了他就相当于拥有了跨入七传的样式 没有和几书阐述获得的途径 我也在此时拿出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装备 唐一 这条丝巾感觉很符合你的气质 段哥 你的功不够炫骨 这把逐日送你 不浪哥 给你换一把暗金级的大刀不要太感动了 还有柯姐 这是一套薄金级装备 关键是好看 开始了 开始了 我与萧家的碰撞他终于要开始了 眼见天骄营回归 早就埋伏好的萧远山也号令起萧家的一众家卷 江城好像出来了 天罚小队准备 就在一众萧家家卷跃跃欲试之时 顶着莫大的压力 段司令也在此时找上了萧远山 萧大将 且慢 天骄营一百多天骄都还在顾开天那里 不能有所闪失 碍于这一百多天骄身后的势力 萧远山紧促的眉毛也缓缓书记 也罢 他顾开天要是不施抬决 我连他一起杀 见萧远山松口 段司令也是来到了天骄营这边 老顾对不住了 你和萧远山都是咱们江南的大门 一旦开打 莫要自污 听到这话 站在福岛最前方的天骄王也是一脸无邪 自污 我这一生无愧江南 无愧大侠 何来自污 老伙计 江南的一百五十天骄我都给你带回来了 不仅如此 我还带他们走了一趟太虚殿 听到天骄王所说 下方的一众天骄的父母也是兴奋至极 太虚殿 奇迹之地 很多大能都寻殿无门 想不到天骄王竟有门路 咱们的孩子要出现 如此大恩 咱们肯定不能平白无故就受 虽说未必能保下江城 但也绝不能向着萧甲 听到后方一众风王六转势力 段司令也赶忙应声 太虚殿 这一百五十天骄 在此之后都将飞黄腾打 江南抵运谁掌船高啊 如此大功 话音戛然而止 两道冲天的巨浪瞬间拔地而起 都给我闭子 遇水而行 脚底踩着巨浪 萧远山的身形也防缓升空 江城掌握禁忌 按大下律 当诸 顾开天 倒行逆施 包庇竞技者 封印天骄营中考官 什么狗屁功傲 根本就是私自带天骄营设计 看到如此场景外加萧郑国的话 下方一众风王六转 瞬间就打消了庇护我的心思 遇海而行 逆转天象 这就是郑国之威吗 太可怕了 咱们还是保持中立吧 就在下风一众强者打退堂鼓的同时 顶着莫大的压力 顾开天也下达起命令 江城 上来 红遥 你搞定天骄营的飞行 立马应声 念红遥也是第一时间接管了天骄营的玉空飞行 不再逗留 悄悄设置完结界 踏着独障我也迈步朝天骄营的方向等去 对不起了几书 你们先且在结界里看戏 我要是真搞不定 你们再救我也不吃 文言 既刚一行也是一愣 小陈 你什么时候设置的结界 来不及回答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散发无穷的杀意 天刀王也将玉空的长刀给收了回来 见此一幕 已经来到天骄营近前的消远山野一过开口 顾开天 你当真要对我拔刀 文言 缓缓拔剑的同时 处于天骄营最前方的天刀王也是不屑开口 怎么 作为八转大门 你身怀十几个水系尽咒 而我只会一刀 你怕什么 眼见大战一触即发 一道寒冰屏障突然出现 静止就挡在了天刀王和消远山的中间 也就在此时 下方施法的段司令也阻止道 二位冷静 你们要真打起来 别说天骄营 就连旁边的江南基地怕都要遭殃 为了名声 就在段司令准备继续说下去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他的身后响起 为了名声 不如有我和江城打一场一对一生死战吧 见到来人 段司令也是一脸迷惑 萧北韩 不等段司令答应 欲见而行 萧北韩也将重新用万物凝结而成的手臂给举了起 他当日掌我一臂 今日自当由我亲手了解他 知道这是现在最优的选择 没有任何犹豫 段司令直接就将挡在天刀王和消远山之间的冰盾给收了 如此这般最好 年轻人的恩怨就由年轻人解决 老一辈就不要插手 听到段司令的话和欲见而来的萧北韩 踏着九丈赤化为的独长 我也在此时来到了天交营的前方 一对一 萧北韩 你会这么好心 我不信 有什么条件赶紧放 缓缓露出一抹笑容 萧北韩也看向了我方向 聪明 条件就是 你不准动用禁忌九丈赤 听到自家孙子的话 萧远山直接就放声大笑起 不愧是我萧远山的孙子 为了江南基地的安民 为了名声 大家都没意见吧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天刀王直接就将长刀给拔了出来 放屁 别以为你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就可以为所欲 老匹夫 我想看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有本事别欺负孩子 咱俩来呀 见此我也赶忙拉住了准备和萧正国一对一的天刀王 师父 冷静点 别让别人都以为咱们是蛮子 不就是不用静静吗 徒儿有办法弄他 听到我的话天刀王顿时眼前一亮 什么办法 来了来了 世上最快学习大佬技能的场景他终于来了 您不是说要教我开天刀吗 现在就教 听到这句话从我口中说出 都准备与萧远山疏死一搏的天刀王顿时一惊 现学 你是认真的吗 和天刀王同样震惊的还有念红摇 小师弟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学了十年才开窍 几师弟到现在还只是皮毛 见到我要现场学开天刀 深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的萧北韩直接就放声大笑起 你的意思难道是让我等你十年八年吗 你在做梦吧 文言 我却是自信一笑 那倒不用 给我五分钟就行 听到自家的独门绝学我只要五分钟就能学会 天刀王顿时就不乐意了 臭小子 你说什么 难道我的开天刀是什么很低级的刀法 见到来自自家师父的否定 萧北韩的笑声不解 直接就当众骂起我是白痴 不过处于他后方的萧远山却是若有所思 也就在此时 一把握住天刀王手中的长刀 我也是善善一笑 师父 您只管教 完全没听我说什么 天刀王的瞳孔顿时猛缩 脸上更是难掩震惊之色 这 这是 刀在共鸣 想着他也缓缓抬头看向了淡定自若的我 之前在太虚殿引起刀心共鸣的竟然是小陈 知道师父已经知道了一切 没有心虚 我也开始和师父而言起来 在听完我胡编乱造的一切后 回归平静 天刀王也看向了萧家的方向 好 那就现在骄傲 眼见顾开天松口 不敢有任何犹如 下方的段司令直接就开始单手结印起 既然是生死决斗 那我便注意方天地擂台 除萧北韩和江晨 任何人不得干扰 毫不担心 萧北韩直接就踏空来到了生死位置身 江晨 就等你了 你可学快点 上次你仗着禁忌 这次我要让所有人看见你是怎么被我斩杀的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知道我凶多吉少的季刚正疯狂的劈坎的步顿 去你妈的 小陈别跟他打 师父也是 怎么就答应了 都怪我 要不是我让小陈参加什么狗屁添交易 也不会这样 文言 唐一也劝阻道 你冷静点 老爷子应该不会做没有分寸的事 就在两人谈着的同时 此时的浮空天骄营上 天刀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独能教训 长刀紧握 气势无怒自威 一道道骇人的刀器也自空中被凝聚了出来 江晨 你记住 开天刀是意志之刀 或我直 而生死 石本心 无念心 看好了 随着天刀王大喝一声开天刀 一股几乎要撕裂虚空的刀器直奔上方的萧远山而去 恐怖的压迫袭来 对此爆发气势的同时 萧远山也是不屑开口 这一刀冲我来的 防御全开 老东西你还真以为你能把我怎样了 见到如此场景 下方的段司令也是心头意紧 老姑啊 你糊涂啊 都说是一对一 你这样完全是不讲武德呀 话应戛然而止 刀盲竟直越过萧远山飞向了他的后方 等等 这一刀不是冲萧大将去的 和段司令同样疑惑的 空间破碎 一道空间裂系也凭空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下一刻 在虚空之内 一声刺耳的痛苦惨叫也回荡在了众人的耳边 目光一扫 被破开的虚空之内 正有一只数十米长的恐怖巨龙生物 而在他的下方正是已经被砍断露出血肉骨头的龙墨 不敢逗留 这只生物也赶忙关闭了被破碎的虚空 顾开天 你的老皮肤 本座会回来找你的 雨霸 虚空闭合 被展开的天空也往往回归了原样 来了来了 我与萧北韩的宫平一战他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 见到缓缓闭合的虚空 下方目睹全过程的段司令也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是长江底下的那条黑龙 他竟然就隐秘在附近 好险 众人的注意力都在眼前的决斗 只有顾开天注意到了 与此同时 看着被自己一刀斩跑的飞龙 顾开天也是持刀而立 刚刚那条龙 应该是想图谋九丈士 修为的话 应该是八转中期 知道这黑龙的实力确实如天刀王所说 同为八转中期的萧远山也不由地凝起了你 毫不在意周围的环境 天刀王直接就放声大笑起来 怎么样 第一次见维师出刀 帅不帅 闻言 我也赶忙应声 真帅 越夸越上头 天刀王的笑声也更加狂妄 我也觉得挺帅 所以你学会了吗 听到师父的话 转身的同时开启万物祖术 一条只干也在此时万上了下方祭刚手中的长刀 几书 借刀一用 见到我居然借的是祭刚的刀 站在我后方的天刀王也是一领 你用为师的刀不好吗 何必舍尽求远 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 握住常见的我也回答 师父 待会您就明白了 说着我也朝生死类的浮空平台跳了上去 看着吧 我待会把刀 肯定也很帅 见到我就这样水灵灵的跳上了生死 完全不知我实力的念红瑶也是惊讶开启 师父 您怎么回事 这不是让小师弟过去送死吗 还有那什么狗屁江五神 拿了好处不办事 算什么无敌 不行 我要去带小师弟子 就在念红瑶打算跳离天骄云将我从生死类上带走之时 身体突然不受控的被限制在了原地 我动不了了 眼见如此 天刀王也开口解释道 这生死类 天上地下 只有他们两人能踏入 江五神已经来了 只是在虚空中 尚未现身而已 对师父无条件信任 本是跃跃欲试的念红瑶也是瞬间吻 一道契机就能把阵夺 封王都禁锢在原地 这就是无敌的能力 我刚是不是说了那位的坏话 说了吗 没有吧 就在念红瑶这样想着之时 天刀王也再次开口 江五神要顾全大局 不希望看到江南动乱 听到这话念红瑶也瞪大了眼睛 为了大局就要牺牲小城吗 对此天刀王却是善善一笑 谁说要牺牲小城吗 我刚刚不是教了他开天刀吗 就在念红瑶为此感到疑惑不紧之时 深知开天刀炼成非一朝一夕的萧北寒也开始了嘲讽 有病吗 开天刀是什么看一眼就能学会的垃圾吗 缓缓握住长刀 一股刀气也在此时浮现在了刀身之上 是不是垃圾 你试试就知道了 完全不以为意 爆发气势 萧北寒也持剑朝我走得上了 故弄玄虚 我倒要看看没有九杖池 你拿什么和我打 看着即将要开打的生死妹 白峰也询问起身旁的江无双 你觉得谁会赢 文言江无双也缓缓开口 如果动用九杖池 别说萧北寒 哪怕是我也不是对手 可是规则是不许用 江辰必死无疑 萧北寒经历挫折 重新凝聚武道之心 比之前更强了 而且他手上那把剑 是大下神兵榜排名二十的越谱